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前五名当中你看到有四个王室都在亚洲 其中问来王室不但富 还出了一位号称亚洲最帅王子 那就是马丁王子 不过他在今年初已经结婚了 新娘安宁莎王妃也非常的漂亮 两个人算是青梅竹马 新娘虽然是平民却也出身豪门 超豪华的婚礼一连就举办了十天 甚至连捧花都有钻石 马上带您来看 至于有着独特君主制的马来西亚 第十七任的国家元首 也就是国王陛下在年初也就任了 刚上任的柔佛苏丹伊布拉辛 拥有私人波音737飞机 收藏了379辆各式豪车 家族财力非常之雄厚 出估接近60亿美金 但可别以为他高高在上 其实还蛮接地气的 他最喜欢的卡通是摩登原始人 还盖了一栋摩登原始人款的 滨海别墅王宫 而且他的脸书专页追踪者有破百万 马上就来详细的介绍 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带您来看 马来西亚是如何在疫情考验之后 让国家的经济可以快速复苏 并且吸引到海商投资 先看报道 将咖啡豆倒入研磨机里 从闻香选择咖啡豆的开始 再到注水技巧 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精准 因为这攸关一杯手冲咖啡 是否能在消费者品尝时 在嘴里散发最完美的味道 你的黑衣记手冲好咯 谢谢 从台湾台中所起家的咖啡品牌 在2022年的时候 就已经进军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而在当地10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开了15间的分店 现在也以飞快的速度 在马来西亚的各地差起 2016年台湾品牌 在台中开了首家门市 如今全台已经有50家分店 走过疫情 似乎也嗅到了点市场商机 下一步就是走出国际 而截至2023年5月底 一年多的时间 马来西亚已经有超过25间的门市 除了看好当地的语言文化 相较欧美 马来西亚与台湾较为相似之外 合作伙伴也是当地知名企业家 许建川 结合自家的家电品牌 18年来在地的耕耘 让台湾的咖啡可以快速扎耕 为什么来马来西亚 也是因为它选择是因为说 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上 大家也对马来西亚也非常认识 首先讲的第一个季度 大概5月20号在文国会上讲说 我们第一个季度 我们外来投资也增加了 在马来西亚已经投了714亿亿亿 就是等于台币大概4千多亿 4800亿 瞄准马来西亚的内需市场 再向周边延伸 尤其疫情后 马来西亚涌入不少国际资源 当地的市场正在崛起 中美地利然后整个区域性的话 东盟是比较属于是友善 还有一个中立的亿场 让台湾成为马来西亚 第五大贸易包含 而且目前有超过1700个海産 在马来西亚 2022年代的时候 已经有超过20家的海産 也来马来西亚设产 从马来西亚独立后的 1970年左右至今 主导着产业方向的 向来市制造业 近年来当地政府全力推动 智慧城市以及智慧制造应用 吸引全球瞩目 尤其马来西亚在东协供应链上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也因为希望能够有新的表现 因为你知道过去几年 办了三任政府在马来西亚 所以整个政府也比较相对的积极 它为了能够留住 目前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权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拉菲兹更指出 如果经济成长率能够维持在 4%到5%左右 让壁纸强吻的话 就有机会在2026年 晋升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政府的支持 让当地崛起的脚步更迅速 尤其对比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人力成本相对低 富有五种语言能力的人才 也比比皆是 尤其是吉隆坡给我感觉最大 以前我们在那边生活 你开车在吉隆坡的闹区 你时不时你还可以瞥见双子星塔 因为晚上非常漂亮 两个白光这样子 现在你已经很难找到空隙 看到它了 因为兑换率的关系 所以很多马来西亚人 甚至有些住马来西亚柔佛边境 就是靠近新加坡 他们有些甚至是为了省住宿费 他们每天都会往返新马两地 在马来西亚大城市中 通通有感 对政府而言 接下来的经济计划 也将重点关注在两个议题 包含生活费上涨 以及民众的收入 是否和物价涨幅成正比 在成长的途中 也应该要取得平衡 好 马来亚是在1957年 脱离英国而独立的 在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 好 我们刚刚提到 他们的君主制 真的相当特别 最高元首叫做阿公 我没有念错 的确是跟台语的阿公 是同样的发音 但是就是大家一般认知上面 所谓的国王 但向来他们的皇室比较低调 曝光率远低于日本 会是泰国的皇室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认识一下 而且听说他们的国王 是轮流当的吗 好 马上介绍两位老师 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自由学者 也是东南亚学会的会员 庄仁杰博士 庄老师 您好 你好 就是很好 蔡老师好 是 庄老师以前也在台诗大 东亚系担任过助理教授 好 再来要介绍的是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蔡叶胜 蔡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两位都是马来西亚华裔 是 庄老师您是在柔佛出生的 对 然后蔡老师是在沙巴出生 我们先从这个地理 地图上面 上一下地理课 好 柔佛是在这边 对不对 好 然后沙巴就在问来的旁边 好 我们等一下来好好地介绍 不过首先要来请教一下 庄老师了 马来西亚有九州 而且九个王室 我们把它罗列了一下 来看看他们的最高元首 居然有一个所谓的 就任的顺序吗 而且每一任据说是五年的时间 最高的元首其实叫 也有叫苏丹 也有叫岩端 也有叫拉惹 对不对 好 请问一下 今年上任是第17年 第17任 但是讲到这个政治的影响力的话 如果跟泰王比较起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说到差异 有个很大的地方 其实就是现在的泰国王室 他们是自己演变而来的 然后相对于马来西亚就是 直接挪用英国的自治制度 到马来西亚来 然后而最高元首 他所相等于就是 英国国王的这个位置 马来西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它有13个州 然后就 其中有九个是有王室的 然后就这九位苏丹 或者是拉勒严断 然后来任劉丹 然后他们就 先按照资历来台 然后接下来就有 就建造一个次序 九位轮流次序 然后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次序来当 然后就一次当五年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制度是这样 那影响力呢 它有实质的政治影响力吗 影响力的话 就 泰国王的影响力就很大 我就不用明说 然后相对于马来西亚的话 它的影响力其实在过去 它跟英国一样 最高元首 均主力险 然后所以它的影响力 并不是很明显 可是到了近几年来就比较 政治比较混乱的时候 最高元首就变成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 关键因素 怎么说关键因素 其实我觉得 最近了两次的2020年的政变 就齐莱登政变的时候 然后最高元首就 没办法就出面 他就叫一个个的国会议员 来跟他面试 就问他们 你们希望哪一个人 来当你们的首相 另外一次就是2022年的大选 那时候马来西亚 没有一个政治联盟是过半的 所以最后就是 他们九位苏丹就坐下来开会 他们就讨论出一个结果 我们要委论哪一个政治联盟 来出来作为一个执政党 是 好 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新上任的这位国王 他叫做柔佛苏丹 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伊斯麦 他是在1958年出生 今年66岁了 他是第17任最高元首了 第17任的阿公 他是天猛公王朝第五位传人 但是很有趣的 他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 摩登原始人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 再好好来介绍一下 推估他的身家有60亿美金 真的非常的有钱 不过虽然他非常有钱 听说他还是很有童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所收藏的豪车无数 那他的豪车里面就是 老斯莱斯 居然是粉红色跟绿色的 表示他真的 是不是真的很受卡通影响 然后他出生于柔佛 那老师您也是出生于柔佛 我们来讲一下 这位苏丹是不是 听说很服众望 也很有人气 是这样的吗 对于人气方面来说 他是一个常常站出来 就说他要关心民众的一位 最高人一位苏丹 然后其实他是相对于他的父亲 他是比较 亲民的 亲民的 然后他父亲是比较在 比较不常出现的 然后刚好现任出单 就比较多活动 其实常常有看到 看到他的消息这样子 那一般的马来西亚人 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吗 基本上好的跟坏的都有 就一半一半 然后有人就会说 他会出来 就对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 有时候他会有批评 可是也相对的 人家也会说 你这样出来批评 你会不会有违背所谓的 那个君主立宪的制度 好 但是他 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总共收藏的有 379辆各式的豪车 有一辆据说是 全世界唯一一辆就是这一辆 为什么珍贵呢 听说是希特勒送给他的先祖的 而且是希特勒直接 真的有开过的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古董收藏了 而且我们来看这位苏丹 他提重机 他会开飞机 甚至还会开火车列车 而且听说他发笑豪语说 在2026年马兴地铁通车 马兴地铁就是说 从新山到新加坡地铁通车的时候 他说他想要当第一位的列车驾驶 真的是非常的多彩多艺 也太强了吧 根据统计 他目前收藏的名车 大概有379辆 因为马来西亚的南边的气候 比较潮湿跟炎热 所以他为了保护好这些汽车 他特别有一个车库 装了这些空调 还特别聘请了专业的技师 一年365天 帮他照顾好这些车子 恒温就对了 对 另外像该主持人提到的 他其中最喜欢的 就是他的曾祖父 获得希特勒送的汽车 据说这一个汽车 是1936年生产的宾式JF2 当年就是辗转 从希特勒的手上 送给了苏丹伊布拉辛的曾祖父 他除了喜欢收藏汽车 也喜欢收藏车牌号码 他本身去年还是苏丹的时候 就破天价 创了新高纪录 花了800万的台币 标了一个叫FF1的车牌号码 今年当了最高元首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放弃这个爱好 又破了天价 花了大概1000万台币 标了一个叫GO1的车牌号码 他也很喜欢 就是去考各种的驾照 包括你看到天上开的飞机 根据相关的记载 他花了1亿美金 买了一个黄金的专机 波音737的专机 因为就是要满足 属自己的爱好 他甚至到澳洲 去学开飞机 获得驾驶的驾照 他除了开飞机 他本身也喜欢收集卡车 听说他花了100万的美金 打造一个跟澳洲的公司 打造了一个客制化的卡车 然后外面用了蓝色 红色 白色 这个是楼佛的周期的颜色 来涂上去 所以外观看起来有点像 我们熟悉的电影《变形金刚》 另外他除了会开飞机 他也会开火车 对 刚提了 然后据说当年 他曾经开着这一个火车 从吉隆坡到了楼佛 长达200公里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对这些交通工具 非常的情有独钟 甚至从他在2001年 还是皇储的时候 他就运用他这些收藏的交通工具 不管是摩托车或者是汽车 一年一度展开了 这个王室的亲善之旅 这样的一个传统 就是他对楼佛子民的这些喜爱 而且别人 那些富豪拥有私人专机 这个是其实大家都有 但是他比较厉害的是他自己开 而且开的是737 而且他今年的话 就是他到吉隆坡 去就任国家元首的时候 搭乘的就是这个黄金钻机前往 就是搭这个黄金钻机 超狂 超狂 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伊布拉新国王齐齐时 曾经透露说 他从小就很喜欢看摩登原始人 很向往可不可以盖一栋 这个摩登原始人处的房子 没想到盖着盖着 就变成了海滨别墅王宫了 非常的可爱的一栋建筑物 他在2019年官方 IG帐号当中 就公布了一段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您看到了这一座 海滨别墅王宫充满了摩登原始人的元素 是这里头还有迷宫 那么从高空鸟看更显壮观 感觉好像到了迪士尼乐园 或是环球影城 那么旁边后来还盖了一个新的地标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栋 是不是很像灯塔呢 但其实不是灯塔到底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请蔡老师来告诉我们 那么另外您看到了吗 国王居然骑着越野车 自己去视察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这样的一个宫典 可以这么说是苏丹伊布拉辛的 原梦的一个宫典 因为据说他小时候 就很喜欢这个卡通 据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它基本上有24公顷大 然后旁边就是海边 所以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个 它在屋顶上面 有很多这些卡通的这些图案 里面就是根据这一个 摩登原始人的这个助题 就是打造一种石头屋的概念 里面就是还有收藏了 因为他本身其实很喜欢看漫画 据说里面收藏了 6千本从澳洲买进来的 这个漫威的漫画 像刚才看到的高的塔的话 基本上也是他新打造的客房 所以是招待客人 对 招待客人的 里面有14间客房 他本身喜欢摩登原始人 到什么地步 三年前在2021年的时候 当他的苏丹的皇后 这个索菲亚就是要庆生的时候 他特别选了这个地方 帮他办庆生会 而且送他的蛋糕 就是这一个用摩登原始人 打造出来的蛋糕 不过话说回头 这个有钱真好 可以打造很多梦想中的事情 而且他们的财力有多惊人 居然也会去扮演散财童子吗 没错 有个新闻 就是国王旁边这一位 也就是王族 他是东姑一丝卖 对不对 他就曾经到柔佛的超市去发钱 而且发多少钱 你以为是几万块钱吗 不 这个王室出手 当然是要非比寻常 总共发了750万台币之多 好 有人就说 此举是不是有正式考量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闻 现场换身雷动 马来西亚罗佛州王族 礼拜三突然现身当地超市 拿起大声工霸气宣布 现场发送每个人3000块令吉 折合台币超过22K的买菜金 民众赶紧把日用品往购物车里堆 冲去结账 王族随后当场买单750万台币 如此妥好心境 网友反映正反两极 有舆论推测 马来西亚下个月将举行大选 罗佛王族日前表示 不应该随便推翻执政党 被外界批评失言 来到超市发钱似乎想挽回民心 同样很爱到超市视察的 还有他父亲 罗佛苏丹 汉民众自拍罗佛苏丹伊布拉辛 展现清明姿态 更曾到因为车祸丧子的民众家中致哀 罗佛苏丹到底多有钱 菲律宾记者上门专访 名车和中型机车 加起来就超过300多辆 苏丹还有自己的飞机 外观全部烤漆成金色 这台波音737支800飞机 要价960万美金 而自如今到超市散财 对比之下好像算不了什么 一出手就是750万台币 请问庄老师 为什么这个家族这么有钱 这个他们在手上 有60亿美金的资产 然后这个60亿 其实是好几代人 好几代的人累积下来 好 从 讲到这个家族 要从19世纪开始说 19世纪的时候 他们还不是苏丹 罗佛苏丹的时候 他们是天门公 就是一个 天门公就是在马来王朝的概念里面 就是一个位籍人臣的一位大臣 然后掌管所有的商业贸易 还有海军的一位大臣 他们就掌控了罗佛这个地方 现在的罗佛州的土地 他们就说 好 我再开发这个土地来赚钱 他们就放弃了 过去掌握的海洋贸易 装一开发土地 他们就把土地分批出去 然后收税等等 就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同时他们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很好 就知道英国现在他们想法是怎样 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 他们家已经非常有钱 到了20世纪的时候 他们就继续在做这个事情 好 就除了继续开发土地 所以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手上的钱 放入股市 放入整个金融市场里面 所以也算是投资有道就对了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就是王储 现任王储 伊斯麦 在新加坡的一块土地 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 他是说 我的土地卖给你 然后我要入股这家公司 我要成为这家公司的互动 所以他就很有商业眼光 是 不过刚刚一讲到王储 东顾伊斯麦 很有商业眼光 很有理财的头脑 对不对 但是其实他还是什么 军队的掌门人 因为有一支军队叫做柔佛玉林军 非常的特别 他是成立于1886年 已经将近有140年历史了 而且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预准的王室禁卫队 只有他们有 对不对 其他是没有 没有这种军队的配置的 人数虽然只有500人 不过他们曾经参与过一战跟二战 2008年更成立了所谓的精英部队 我们刚刚提到 目前就是由王储亲自来指挥 听说柔佛王室家族 他们是生性比较嫖汉一点 而且很多的男性成员 都必须要接受 像这样子的军事训练吗 周老师 对 伊布拉姓 他本身就曾经在美国 受过军事的训练 例如他就有受过游戏兵的训练 也接受过跳伞的训练 而且还包括了夜间跳伞 他甚至还接受过特别行动的一些训练 还不止如此 他曾经还加入大马海军两个月 而且不只是在淑丹 他们之前之后都有这些的 训练薰小的传统 然后刚才有提到逸林军 然后逸林军就是他们在1886年 然后成立这个部队 然后逸林军的 他们现在最主要的功能 其实就是保卫王室 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 就刚才所说的 参加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然后甚至在马来西亚 如果进入紧急状态 或者是进入一个战争状态的时候 他们会接受大马的军队的指挥 成为军队的一个因 所以他们就本身会具有实战的能力 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王淑 再来看王淑的妈妈 也就是皇后苏菲亚 苏菲亚也很厉害了 学霸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苏菲亚王后她本身是 霹雳州的公主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她祖母是华裔 然后她毕业于牛津大学 而且你看她学的是什么 中国文学研究硕士 精通五种语言 除了自己的马来语之外 还有中文 英文 法文 意大利文 真的都很厉害 但是我们特别要来讲到 她其实并不必会 自己有华裔的协同 这在其他的王室里面 好像也算是蛮特别的事 苏丹后她提到她的祖母是华人 其实柔佛王室本身 也有一位王妃 其实也是华人 在49世纪的时候的一个王妃 而且现任的苏丹 伊布拉庆 她本身 她的妈妈 亲生母亲是英国人 她本身就是一个 混血 对 马英的混血 就是柔佛王室 他们很愿意谈自己的多元特色 所以苏丹后 苏菲亚的加入 而且公开谈自己是有华人的血统 其实可以说是延续柔佛王室的特色 多元文化的特色 是 但是嫁入王宫 其实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过着 从此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这位美女真的好漂亮 她是之前还是 Bazaar时尚杂志的 评选为印尼100名模的混血名模 她名字叫马诺哈拉 她现在是印尼的知名红星 不过她在2008年 当时她年仅16岁 就已经嫁给了马来西亚的另外一个州 吉兰登州的王子 成为了最美王妃 但是短短不到10个月时间就离婚了 听说那时候的离婚 还引起了两国之间有小小的纠缠 到底这一段故事又是怎么样呢 请蔡老师告诉我 这位马诺哈拉 她的爸爸是美国人 妈妈是印尼人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混血儿 根据相关的记载 她在14岁的时候 在一场宴会 认识了吉兰登的王子 法克利 然后就开始交往 两年过后在2008年 他们就结婚了 但是好景不长 这个婚姻维持不到一年 大概10个月 就离婚了 她当时候的一个说法是 她说她遭受王子的家暴跟虐待 她的说法是 婚前跟婚后 王子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 但是王子这边 却否认这样的一个指控 甚至还告到法院去了 法院的判决是 对王子有利的 法院的判决是说 这个王妃毁谤 必须要赔偿 天啊 对 因为她是印尼人 印尼人当然是站在她一边 就觉得说你看 我们印尼的名模 惨召你们这一个王室的毒手 马来西亚这边有一些保护皇室的成员 就是说 当初你加入豪门 说不定根本不是为了爱情 是为了其他的因素等等 不管怎么样 后来离婚之后 你可以看到 除了常常上时尚杂志 他甚至还成为非常有名的名模演员 甚至还之前想要去参显议员等等 好 这么美的女生 离开心恨宽 不过我们来讲他的先生 他的前夫 也就是杰兰登州这位王子 听说后来自己也被罢黜 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 同一年离婚的那一年 他其实也命运蛮坎坷的 他后来也被王室的理事会 就取消他继承的资格 他也因为这样子闹上了法院 后来法院的判决是 我们无权干涉王室的决定 但是很神奇的是 今年的1月 又恢复了他皇储的资格 又恢复了 不过他的哥哥故事也很多 对 他哥哥也很特别 他哥哥是第15任的最高元首 叫做苏丹莫末德武士 现在17嘛 对 那是15任的时候 第15任的最高元首 这个苏丹莫末德武士 也蛮特别的 他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个 没有就任满5年的最高元首 他当年当了两年多 就主动退位 为什么呢 当然王室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 后来很多人的推测是 他宁可爱美人不爱江山 因为据说他当时候 跑去俄罗斯 娶了一个俄罗斯的选美皇后 叫沃沃迪娜的 也因为这样子 遭受很多王室的这些反对 是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后来就主动退位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退位的同一年 隔了6个月之后 他又跟这一个选美皇后离婚了 结果兄弟两个人 好像都很爱美人就是 对 没错 好 那下一段节目 我们就要带您到这个 马来西亚的邻居 也就是全球第二富有的 王室问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问来的 包括文化 习俗 或者是信仰 都跟马来西亚人非常的类似 而且问来还有一位 号称是亚洲最帅的王子 也就是马丁王子 但是他在今年初 跟他的亲妹主法结婚了 整个婚礼超豪华的 一连10天 这是怎么样的婚礼呢 马上回来 好 问来王室名列 全世界第二有钱的王室 据说问来苏丹 每一次礼法费用 是2万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60万元 理个头居然要60万 好能想象 那么可以想见 王子如果大婚的话 这个婚礼更是非常的豪华 我们先来看这次的报道 这场国际瞩目的婚礼 竟然一半就是10天 号称亚洲最帅王子 问来的马丁王子 迎娶平民未婚妻 高颜值的安妮莎 两个人在1月7号举行婚礼 随后一连串皇室宴会和游行 整个大婚仪式为期10天 婚礼奢华也让外界见识到 问来的雄厚财力 马丁王子是名副其实的高副帅 身价百亿 IG拥有三百二十多万追踪者 问来王妃安妮莎 带上天价的巨大钻戒 连换五套传统婚纱礼 雍容华贵 据传安妮莎王妃的祖父 曾是问来国王的顾问 还是问来皇家航空的创办人之一 不仅本身就是豪门千金 还是王子的青梅竹马 马丁王子在官宣结婚后 PO出小时候两人的合照 也让网友纷纷赞叹 这也太甜蜜又浪漫了吧 问来王室的豪华婚礼并非首例 早在2015年苏丹国王的小儿子 王位第二继承人 马里克王子 迎娶工程师女友 整个婚礼现场也是金光闪闪 新娘子的婚鞋也是相满水晶的红底鞋 价格直逼15万台币 脚踝还挂上纯金打造的脚踝 胸前的祖母绿钻石项链 更是奢华夺目 当时这场婚礼也连伴11天 黄金钻石奢华婚宴 充分展现皇族气势 好 这个大婚一连10天的时间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宝石王冠 18K白金钻石王冠 其实这顶王冠不是王子妃她第一次戴 而是马丁王子的姐姐 也就是阿沙玛公主 在2023年初结婚的时候定制的 这次也让她来佩戴 但是这顶王冠真的是价值连成 838颗钻石 总共132克拉 而且我们光看看 王妃手上的这一颗真的叫做鸽子蛋 跟鸽子蛋一样大的钻戒 传说20克拉 就非常的豪华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装扮 我们在华人新娘也是要换装的 那一样她也有换装 我们看撒粉仪式上面的黄金头饰 最有龙船跟鸡的形象 双手总共有22个纯金手镯 你以为拼礼是天价吗 但其实不然 其实拼金是1000问来人的现金 折合台币大约只有23840块钱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一一来解释 不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庄老师 这一对新人的背景 那问来王子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在IG的追踪人数 超过有324万 是网红王子 不过听说他是沸妃之子 对 另外呢 王妃其实不要看他是平民 他其实是豪门之后吗 庄老师 马丁王子他现在是 问来王室里面的 第五顺位的继承人 前面的四位就分别是他的两位哥哥 还有王祖的两个儿子 其实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 在他12岁的时候 就离婚2020年的年底 他的哥哥 同父同母的哥哥过世 所以他就从第六顺位 变成第五顺位 他曾经去了英国念军事学校 后来他也 后来他也加入了文莱的军队 成为执政纪的驾驶员 离开军校之后 他就去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然后拿到他的国际政治的学位 后来就去了雅非学院 也是念国际政治与外交的硕士 是 所以他本身也是非常的多才多艺 对 那王妃呢 王妃他是比王子小三岁 1994年出生 他的外公 伊撒兵伊布拉勤 然后是文莱苏丹的亲姓 他除了是伊撒本人 他除了是文莱皇家航空的创始人 其实他就 他就是未及仁臣的一位先生 然后他们两家的关系 撇开自己的东西看 他们两家关系就是 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他们两个一起长大 那文莱王子的这个婚礼 其实是在2024年1月7号开始的 我们刚刚一直讲到一共10天 为什么需要10天 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礼仪 需要来进行礼仪活动 比如说新娘他就必须要先参加一个 传统的婚前祈祷仪式 完整的背诵整个古兰经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仪式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就是撒粉仪式 好 我们先来看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他必须要穿传统的一个马兰服饰 就是白色的古龙装 当然还要戴上头巾了 蔡老师您住的地方就是沙巴 我们刚刚看过地图 沙巴就在问来的旁边 传统婚礼是不是文化礼俗都是一样的 而且听说以马来西亚来讲 如果说我要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 只要有王室成员参加的时候 我们都要穿正装 那么所谓的正装不是那种西装 打领带不是 是真正的传统正装 是这样子吗 是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他这个婚礼长达10天 很多人很纳闷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它其实是按照他们这些 而且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 包括有提亲 鸣鼓 还有宣誓 还有并坐 还有这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仪式 到最后整个才会圆满的结束 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他这个颂读可兰经 是不是要诵读整本 一般的这一个 他有个专有名词叫 它其实并不是诵读整本可兰经 因为可兰经一共有114章 如果他要在当天把它背诵完整本的话 不太可能 这个诵读可兰经的仪式 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在问来这边 我们如果看到这一个王妃 他这个颂读可兰经 是颂读第93章 它的内容 基本上如果简单来说 就是感谢阿拉给的这一些祝福 所有的一切都是阿拉的祝福 刚才提到的这个服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参加这个颂读仪式 他穿的的确这个是 很传统的这个马来服装 叫做Bajukulong Bajukulong的意思是包刮起来的意思 就是把身体的主要的这些部位都包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只露出的 就是他的那个手掌和脸部的部分 至于说如果我们应邀 受邀去参加这些皇室的这些重大的场合 或是这些马来同胞的这些宴会的话 如果可以穿上这些传统的服装 其实主人家是会非常高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撒粉仪式了 等一下就要来请教一下老师说 撒粉仪式到底是什么 不过在此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下 王妃她戴的这个王冠 金光鲜鲜对不对 好 这个其实它也是 黄金头饰上面有龙船 而且听说有鸡的形象 这个大家就会有点不太了解了 就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是不是请蔡老师继续帮我们解说 是 那您看到的这个撒粉仪式 它基本上那个粉的话是有七种颜色混合的粉 它会涂抹在一些他的那个新人的手上 对 那七种颜色呢 因为在伊斯兰他们的神圣的数字是七 OK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是代表这个对新人的最美好的祝福 对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新人他做的这一个宝座 其实就是在他们的这个问来的宫殿里面 据说是黄金打造的这个黄金座椅 包括他的桌子也是黄金打造的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他的头饰上面有这个龙船跟这个鸡 那为什么会有龙船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问来的话 早期他们是水上人家 他们以前的传统是 这个新郎会搭乘这个真正的龙船 前往新娘的家来迎娶新娘 当然随着现在的现代化的影响 现在一般没有人搭这个龙船了 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装饰 然后别在这个头上 代表了一种幸运 吉祥跟幸福 是 好 所以其实他们在撒粉仪式上面 好像也会涂抹一些香膏 这都是代表一些对新人的祝福 如果有机会要去问来旅游的话 很多人也想要说 我可不可以见到皇室 有没有可能 见不到皇室没关系 说不定可以先去住这个饭店 因为那是王宫的行馆里面 所改建而成的叫做问来帝国酒店 听说有多豪华 这个游泳池底部 都是用黄金铺的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马上回来带您去看 请别走开 启用才不到三年 耗资60亿美元的中辽铁路 连接中国大陆昆明 还有辽国的永珍 原本需要10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两个小时就能舒适抵达 好 再聊一半一会儿好吗 像这样属于一带一路的高铁建设 还出现在越南 泰国 缅甸 马来西亚 甚至一路往南到新加坡 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 除了增加贸易往来 更期待的 是随之而来的观光效益 但直到去年第三季 陆克前往东南亚旅游观光的人数 还是不到2019年以前前一半 取而代之的是亚洲其他国家的观光源潮 南韩观光大军就让东南亚旅游业者笑得合不拢嘴 北律宾去年就吸引超过500万的旅游人次 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南韩 South Koreans love the Philippines They love our diving They love our cultural immersions as well as ou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gram The Philippines is one of the most preferred destinations for ESL in the country They're going to the Philippines to learn English Yes, and not only that They take weekend trips to go visit our whale sharks or swim with our sardines or play golf as they learn English 不同目的性的旅游方式 也成为这些东南亚西客的重要利器 去年在观光产业 讲出亮眼成绩单 旅游成长最快速的泰国 更是野心勃勃 今年预计有八间全新的航空公司 在泰国运作 准备大强观光财 各种体育或是娱乐活动 都能带动大量人潮 包括新加坡等国家 都透过音乐活动或是演唱会 吸引粉丝远道而来 HBO的热门影集 就让夏威夷 以及西级岛的旅游行温度 保增三倍 现在泰国也想如法好聚 新一期的影集 就准备在普吉岛 还有苏美岛展开拍摄 东南亚国家绞尽脑居 跟随潮流增加国际能见度 并且开放免先制度 期望带动人潮 大强观光财 刚刚在报道当中看到了 东南亚各国都在发展观光 汶来当然也不例外 而如果您想要去感受一下 汶来的王室风华的话 不妨可以考虑入住这家酒店 叫做汶来帝国酒店 好 它本来是国王弟弟的行宫 号称六星级度假酒店 但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酒店呢 而且2000年的时候 还是APEC举办地 等一下请蔡老师告诉我们 那么整个占地大约有 7座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 设有高尔夫球场跟电影院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据说泳池底部是多少 24K箱上的黄金 好 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 您也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真的想要 体会一下帝王的感受 180平的帝王套房 36万台币一个晚上 那么有专属的游泳池 这个太狂了吧 平常我们是去用饭店的游泳池 他是房间里头自己就有游泳池 然后还有平台钢琴能管家 以前有谁入住过呢 查尔斯山是在2017年的时候 就入住过 另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也去入住过 请蔡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个酒店到底有哪些特殊的看点 他早期其实是 苏丹的弟弟的个人行工 因为当年太过的奢华贪污 甚至后来被收回 变成了改建成这一个饭店 一般进到这个大厅的话 就可以看到他整个挑高的大厅 还有这些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 你会觉得大理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大理石的柱子上面 还有装饰着这些 包括他的楼梯的扶手 装饰了很多很精致的猫眼石 它里面有很高级的这一个帝王套房 听说一晚的话要36万 一般我们小资族 可能没有办法入住 这么高级的这一个套房 跟现在的房价的话 大概是一个晚上8000块台币 就一般的套房 对 一般的套房就可以入住了 那么其实问来还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2015年以后 好像就非常严格在执行伊斯兰戒律了 所以如果真的到问来去旅游的话 还是有一些入境问俗的规定 必须要好好来注意一下 好 我们在网路上面查到了 有这样子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 王色是代表王室 所以包括你在拍证件照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申请签证的时候 真的不能穿黄色的衣服 是不是真的如此 还有就是你看 右手是神圣的手 左手是不截的 还有就是你不能够用食指去比人家 不行 请用大拇指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请庄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觉得跟马来西亚相比 就有两个地方是不同的 一个就是黄色 证件照片 然后而且大家都要避免 然后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 在戒月的时候在马来西亚 大家你还可以在餐厅吃饭 就白天的时候可以在餐厅吃饭 可是在温来 因为他们牧食里非常多 所以你在栽戒月的时候 公共场合这些餐厅是 不可以吃东西的 不过也很好玩 就是在栽戒月的时候 他们在傍晚 开栽之前 可以吃饭之前 他们会有很多那些市集 卖很多很好吃的马来食品 然后刚刚有提到 右手还有那个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伊斯兰的习俗 右手带人接物 都要用右手 然后左手不解 不能够用食指指人或物是真的吗 是 因为你用食指指人 大家就会觉得有点冒犯 然后到清真寺也有一些规定 对 其实也是跟左手右手是类似 就是说你要踏入神圣的领域 用右脚先进 OK 然后都一样的 你要进入俗世 就先你的左脚就先出来 所以今天真的是上了一课 的确到别人的国家 一定要好好地去了解文化跟习俗 才不会冒犯到 而自己都搞不清楚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带我们了解问来跟买下王室 我们稍待一会再回到提案点 大家好 我是壮开玩 欢迎收看提案点 全球皇室剂烈 我们今天要聚焦 2024新王登基的丹麦 丹麦王室一向以清明接地气著称 那么在位长达52年的丹麦女王 玛格丽特二世 今年一月份主动退位 传位给长子佛瑞德里克十世 新任国王带着澳洲籍的玛丽王后 还有四位王子公主在王宫的阳台上 接受丹麦人民的祝贺 新国王以前被称之为派对王子 也喜欢冒险旅游 如今他将带领着丹麦进入全新的时代 而丹麦王室的王子公主因为颜值高 相当受到瞩目 例如新任王厨先前就传出跟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公主在热恋当中 真的吗 还有一位曾经被誉为欧洲最帅王子 拥有华裔鞋头的尼古拉 如今不能够再称之为王子 而是伯爵了 但不影响帅哥做自己 他已经进军时尚圈 成为皇室名模 丹麦王室故事多 而且丹麦是乐高的发源地 我们手机里面的蓝牙这名称也跟丹麦有关 此外全球最干净的垃圾场也在丹麦 而且可以在垃圾场里面滑雪攀岩 今天我们就带你深入丹麦 首先就从新王登基开始 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保王宫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穿着酒红色套装 55岁的长子也是丹麦王厨佛瑞德里克 坐在右手边 看着母亲正式签署退位照书 众人起立后 玛格丽特二世移动到旁边 示意儿子坐到他的位子上 从这一刻开始 丹麦新国王正式即位 喊出对新任国王的祝福 玛格丽特二世便从后方的门离开 在担任丹麦君主52年后退位 超过10万名王室粉丝 聚集在首都哥本哈根 只为了亲眼见证这一刻 王室成员陆续抵达 玛格丽特二世搭乘的马车 由继兵护卫缓缓离开网工 丹麦民众夹到欢送 一督女王最后的风采 丹麦新国王弗瑞德里克时事 随即发表演说 在零下低温中感谢民众的热情支持 完成登机的佛瑞德里克时事 和玛丽王后现身 克里斯蒂安保王宫阳台 留下深深的一吻 玛丽王后一身白色礼服 气质典雅大方 她也成为丹麦时尚第一位 澳洲出生的王后 两人的爱情故事 要回收到西元2000年 在澳洲的一间酒吧内 当时28岁的玛丽 是一家房产公司销售主管 遇上了参加雪梨奥运的 伯瑞德里克 起初还不知道 对方就是丹麦王厨 经过远距离恋爱的考验 在2004年正式嫁进丹麦王室 她努力学习丹麦语 作风低调清明 玛丽成为王厨妃后 生下四名子女 她常年关注儿童和妇女权利 与环保等社会议题 在丹麦拥有超高人气 也让许多澳洲民众 予有荣烟 我其实跟她一起学习 你吗 是的 我认识她姐姐很棒 玛丽很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我认识她会成为一位美女 弗尔德里克时事的王室之路 其实不算顺遂 年轻时被封为派对王子 直到1995年拿到学士学位 也是第一位完成大学教育的 丹麦王室成员 并在海军蛙人部队服役 成为当年300名新兵中 通过测验的四人之一 逐渐迈向成熟 让丹麦人民对她刮目相看 最新民调显示 这对新的国王和王后 在丹麦支持率超过八成 现年83岁的玛格丽特二世 是丹麦时尚第二位女性君主 与上一位女王玛格丽特一世 在位时间相聚600年 她也是英国前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远房表妹 在今年新年致辞中 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 宣布退位 马格丽特二世 私下生活简朴 处理政务之余 也不忘投身最爱的艺术 多次举办画展 还曾担任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的 服装设计师 2022年 她宣布拔除次子 和其四名子女的王室头衔 精简君主制 也希望他们不再因王室身份而受限 在新任国王正式登基后 弗瑞德里克十世 18岁的长子 克里斯蒂安王子 也将正式成为丹麦王储 在王宫阳台上挥手 丹麦王室迎来新年 新气象 晚间哥本哈根地窝里花园 烟火绽放 丹麦举国欢庆 期待新国王带领国家 走向新的纪元 丹麦国王弗瑞德里克十世 今年55岁 他是政治学硕士出身 不过很有趣的是 他曾经用化名到美国的哈佛大学 去深造学习 另外玛丽皇后也来介绍一下 两个人是2000年雪梨奥运期间 在澳洲有一家酒吧里头认识的 据说很多澳洲的女孩 后来都垂胸顿足说 当天晚上怎么不是我出现在酒吧里呢 会不会是我来当灰姑娘呢 不管怎么样 两个人婚后生活相当的美满 而且生了四位 王子跟公主 其中最高的这位 就是现任的王储 另外还有一对龙凤胎 其实丹麦王室已经传承有千年之久 有哪些精彩故事 马上来介绍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大学旅游系讲师Amanda 谢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Amanda 是 再来介绍的是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尹俊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国王一月份的时候 他刚刚上任三天而已 他就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王之承诺》 那么在书里头 好像讲了很多的心里话 Amanda你也是马上去看了一下书斋了 听说里头很有意思 他的心里话好像是说 其实我小时候 就是想跟一般的人一样 对不对 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当国王的 但是他想要平凡也没办法 因为他的母亲是玛格丽特二世 也就是前任的女王 我们来看一下 女王其实她的人气 真的是蛮高的对不对 先前在很多的民意调查里头 都有八成以上的支持度 那么现在接任之后 最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 国王其实也不错 他跟皇后的支持度也超过有八成 他们有哪些人格特质 让他们能够受到如此的欢迎 据说国王以前还是有一点 类似浪子回头 这样讲有点太over了 但他以前是派对王子对吧 对 这个新的国王他其实蛮有趣的 首先就是他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就是登基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吓到 所以大家都吓到就是包括丹麦 包括全世界 因为玛格丽特女王 她低民意制度很高 身体虽然去年动了一个大手术 可是看起来好像也一切都没有 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没想到他就除夕的时候 就突然就说 他想要退位了 这其实蛮不寻常 因为以前历史上也没有这样子 但是总之女王退位了之后 然后国王登基 国王登基的时候就像凯文姐说的 大家以前对他之前的印象 就是很爱派对有的没有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也有所准备 登基三天之后 这本书就出来了 王之承诺 国王的承诺 那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吓一跳 就很有兴趣赶快去找一下 大概简单的看一下英文版 他其实这本书里面讲了两个主軸 一个是婚姻 一个是他身为就是国王 他的一些想法 他需要思考的地方 对于君主制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他要怎么样 运用他的力量去连结 然后还有他尽他的义务 对于整个甘麦王室 所以他这本书 大概有两个主軸是这个样子的 听得出来 他其实有花了满多心思 而且你想想看 虽然是登基后三天出来的书 但是这个作者跟着他贴身采访了 18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满早就在准备了 我是这么认为 对 跟他的派对王子 我记得他里面有提到说 他说他18岁生日的那一天 18岁生日的前夕 他觉得他的世界要结束 对 因为他一直想要当一个正常人 他当然知道他是王子 他是王厨 可是我想要跟其他小男孩一样 过正常的生活 后来记者就问他说 那18岁生日过后之后呢 他说我也是好好的活下来了 所以他满冷明的这样子 是 对 可是他其实以前也满喜欢很多 冒险的活动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旅游活动他会采取那种 比较刺激新鲜一点的 他很喜欢比如说滑雪 然后他也念过军校 然后他在军校的时候 他的受训他不是那种 因为一般的欧洲皇室 都会进军校受训 但他不是什么做做样子那些 没有 他就是陆海空 就是各个面向都可以的 所以资历完整 对 资历非常完整 所以就能够当三军统帅 没错 从小做准备 没错 其实我觉得丹麦人对于他们的国王 真的是还蛮支持的 比如说像我今年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到了洛杉矶 洛杉矶那边附近有一个叫丹麦村 丹麦村里头的那个烘焙坊 他的门口就贴了大大的国王的照片 新任国王的支持 所以你看远在美国的侨民 他们也都不忘要在他的门口贴一张照片 非常的厉害 那么刚刚有讲到他的18岁生日派对 我们就来看 现在他的王厨 也就是克利斯蒂安王子 去年就是在克利斯蒂安宫 他庆祝了他的18岁生日 不过相貌堂堂了 当然就会传出一些绯闻 大家就会有好智者 就来看到了 就是这是王子 但是有人就说 他的女友会不会是这一位 在意大利波旁两西西里王国的后裔 也就是玛丽亚基亚拉公主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她们常常出现在公众的场合 结果也拍了一张照片下来 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位公主她马上就在她的 后来就在她的推特还是IG IG上面发出声明 她说虽然我们都很喜欢童话故事 但还是现实比较重要 也就是来澄清一下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怎么会出现有意大利公主 请尹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个一般人可能已经 不太去谈这段历史 实际上它跟拿破仑有关 在1815年的时候 这个拿破仑不是在花铁路战败吗 战败之后整个欧洲的势力重整 重整之后开了一个威也纳会议 在威也纳会议的时候 就决定把意大利现在的南部 意大利的地形像一个靴子 南边是拿破仑是王国 环边还有西西就合并 就变成两西西离王国 然后从1816一直延续到1861 1861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并入萨地尼亚 就是现在的爱曼牛二世 统一意大利了 到1946年二战结束 把这个君主位退掉之后 回到现在叫民族的意大利的时代 但是这个王室还存在 现在还有他的官网 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 这个公主为什么这么有名 文武全才通六国语言 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还有俄文 它全部精通 因为它是生活远 当然还有意大利文 听说读写都会 初子之后它会游泳 它会体操 它会驾驶帆船 它会风反 它还会舞蹈 它还会打网球 重点它还会弹钢琴 你想想看 18岁而已 它跟王者同年 2005年1月1号出生 非常年轻 所以它出来否认 我觉得它也见过了家长 但是我相信因为欧洲人总喜欢听小道新闻 18岁还没有定型 看看驸马也是谁不一定 还不一定 因为追求者还是很多 没错 总是王室总是会跟童话故事连结在一起 对 好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王厨 去年刚过18岁生日 这个party可是非常的热闹 而且广邀很多的 应该是有很多的美女来参加了 可是后来居然上演了仙旅奇缘现代版吗 因为丹麥皇室 PO出了这样子的一张照片 这是在IG的照片 丹麥皇室说 请问是灰姑娘忘记了她的高跟鞋吗 因为在party上真的留下了一个高跟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Amanda 我觉得这个鞋子 这个故事真的蛮有意思的 它也是确实是一个灰姑娘故事 而且这是很有名的鞋子 这一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王子的生日的时候 除了一些欧洲皇室以外 像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其他 欧洲皇室的公主 她们都有来参加 可是因为丹麥是一个 非常的平民化的国家 这也是他们皇室受到 人民爱戴的原因之一 它不会只是说 什么跟皇室交流 我也是会跟普通老百姓交流 怎么个交流法呢 我就是你可以用申请的 有点像是每一个县市 都放出多少名额 然后你可以写信 然后写信 你要说要抽奖也好 或什么方式 然后就说 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 获得邀请函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邀请函 这个鞋子的主人 就是一个大学女生 她的名字叫Anne Anne她就是这样子获得邀请了 获得邀请之后 她也满可爱 她就觉得说 王子的生日 18岁的生日 我们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来演个灰姑娘之类的 所以她就先砸中本来这双鞋子 然后就准备 就像灰姑娘故事一样 然后把鞋子遗漏在阶梯 什么之类 但是她这个事情做了两次 为什么做了两次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失败了 第一次她遗漏的时候 然后保全人员就来了 就把她叫住她 就是小姐 你为什么丢东西在这里 你是忘记了 或是跑太快了 或是掉在这里之类的 所以她第一次的时候 鞋子被好好好 好 新的工作人员就还给她了 结果这个小女生还说 不是啊 我的故事不是要这样演 剧本就排好了 所以她又趁着工作人员 不注意的时候 又把鞋子又落了一次 再放一次 对 那这次就成功了 所以后来呢 这个皇室就剪到这个新闻 这点子真的太有意思了 对 我觉得蛮可爱的 而且帮这个18岁的这个party 加分很多了 真的真的 不过讲到这个party的焦点 其实本来不应该是这双鞋 有点被转移焦点了 怎么回事呢 人家本来是诉求的是 欧洲五国未来君主大合照呢 有一些那个王室的部分 我们先前提官典 都已经介绍过了嘛 但是呢 你看 除了克里斯蒂安之外 你看其他的都是未来的女王 那么也就是说呢 未来的欧洲这五国 都是由女王来接掌王权 那么据说欧洲王室 其实他们彼此之间 很多都有亲戚关系 这个要先讲他们的这个主 叫克里斯丹的九世 他有个名称叫欧洲的岳长岳父 人家说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他生了六个 全是龙凤 为什么呢 他长女就嫁到英国 嫁到威尔斯 然后生出来就是这个乔治五世 乔治五世就是 伊丽莎白二世的祖父 是 所以这个看 英国已经是他的了 而次女叫哪里呢 叫俄罗斯 叫到俄罗斯之后呢 就成为了沙皇 生出来就是尼古拉二世 所以他是尼古拉二世的外祖父 英国 俄国 那后来的比利时 挪威 这些都不在话下 所以大家称他为这个是 欧洲的岳长 那真的是理所当然了 他太有名 因为他是跟近代影响最深远 是 然后刚刚也看到了 所谓的五王室 对不对 大家一次排开将来的王位继承人 不过事实上 丹麦新任的国王跟王后 最新的消息是五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真的要做第一次的出访 也就是要去瑞典跟挪威 不过丹麦王室也不是平静文波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就知道 因为玛格丽特二世她有两个儿子 那么大儿子当然现在已经接任国王了 那二儿子约阿西母王子 这边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波澜 怎么说呢 因为玛格丽特二世 突然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说 以后她的小孩不能够再称王子或公主 而改称什么呢 蒙佩杂伯爵 为什么女王要这样做呢 她的用意究竟何在 我们先看这则报道 丹麦女王今年登基满50周年 随着英国女王过世 她成为目前欧洲再位最久的君主 不过近来丹麦女王发表声明 二儿子尤阿金的四名子女 遭到拔除王室头衔 不能再称王子公主 女王说只是想让孙子女们 不受皇室义务居住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丹麦二儿子尤阿金的四名子女 包括年长的尼古拉 以及费力克斯 两人是前妻文雅丽所生 被称为混血王子 深受外界喜爱 先人妻子玛丽王妃 则是生下年纪较小的 亨瑞克跟雅典娜 而这四名子女的王子公主头衔 通通都被拔除 文雅丽也为两个儿子打抱不平 感觉孩子遭到皇室排挤 外界也怀疑难道又是公斗戏妈妈 面对皇室风波 丹麦女王也不逃避 亲自回应外界质疑 这位更是致力 缩减皇室规模尊节开支 让丹麦这位高龄82岁的女王 更加获得民众爱戴 好 女王是在2022年宣布的 也就是2023年1月1号开始 这个决定就实施了 受到影响最大的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约阿西姆王子一家人了 马上来请教一下云老师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有的时候 可以尊洁这个王室的开销 同时可以给下一代 比较自由的生活 但听说也有八卦碑文传出来 对 我们听听这八卦 当然这是传说 毕竟这是王室 所以这约阿西姆 她是比较喜欢上party去玩乐 喜欢户外活动 所以她第一任的妻子 就是文雅丽 有这个华人血统 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儿子 可是她的太太还是热衷于 公益事业的活动 她本身还是爱玩户外的活动 所以后来两个就分手 分手之后她再取这个是法国的 又听说她对她的大嫂亲友独钟 所以取的这个名字 跟她大嫂亲友是一样的 都是玛丽 都是玛丽 然后又听说在某一次戒酒 就是对她的大嫂 有比较亲热的这种动作 当然被挡掉 这些传言始终不断 所以会不会是她这样子 去影响了她母后的决定 由此一说 但最终却是把她的子女的 所有的头衔王子公主都拿掉 当然是不是为了尊杰开支 我相信她绝对的 因为可以节省开支 当然母后她们也讲了就是说 希望其他更少的王室成员 要负担更多的王室的责任 所以其实有利有弊 因为毕竟不要去当这样的一个 身份地位的时候 你可以有更多的自我活动 现在小孩还小了 也许等到某一天她们长大 可能觉得也许母后决定是对的 不一定 因为要当这个真正的国王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承担 这样的重担 对 没错 其实女王这项决定 后来也有很多正面的反应 因为毕竟缩减王室 还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之一 我们再来看一次王室的关系图 刚刚尹老师已经说明过了 约阿西姆王子跟文雅利 这位第一位有华裔血统的王妃 而且是全欧洲第一位 他们生下的这一对儿子 他们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就是被拿掉了 王子头衔的 而且这个大儿子 可是赫赫有名 以前人称全欧洲最帅的王子 现在只能说全欧洲最帅伯爵了 你看到他出现在Vogue就可以知道了 他多次的出现在这个 时尚杂志的封面 而且他还是DL设计师 Kim Jones的御用模特儿 那么弟弟也不妨多让 一样也很帅 你看很有型 对不对 他叫做 弟弟叫做费力克斯 他是皇室御用的一个品牌 叫做乔治杰森 这个在台湾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一个品牌 他是代言人 所以兄弟两人都长得非常的帅 先来看这两位 他们是不是已经在时尚圈 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有王室这个身份 其实对他们在时尚圈 闯出名号很大的加持对吧 我觉得老实说 以他们的长相就一定没问题 然后又加上他又是王子 我觉得王子这个真的太吸引人 我们先讲这个哥哥这是尼古拉 尼古拉他其实也是一个蛮酷的人 他会进入这个圈子 他其实那时候他说他回忆起 他当时怎么会走上这一条路 他在念高中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个性 其实他个性都蛮自由本房 因为我觉得丹麦皇室限制并不多 然后他记得有一天 可能好像是高二的时候 就突然就有人 就下课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说 你有机会就是可以去 Burberley走秀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他就想说还真的有 然后就去了 没想到当然就有点一战成名 因为说真的 你看他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再让他打出一个丹麦王子 这个头衔出来 对 怎么可能不红 迷倒了一堆人 对 他弟弟也是 对 所以他弟弟 大家就说这个弟弟 菲利克斯是不是跟随哥哥的脚步 我觉得某个程度应该算是 因为哥哥反正念书 然后好像走秀走得蛮顺利的 弟弟就看着哥哥 就想说试看看也可以 像最近他们的采访的时候 就问说就问这个尼古拉就说 那你有没有可能以后就做这个工作 他就笑笑 他就说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行 一开始的时候 虽然有点玩票性质 可是这样做了几年下 发现我好像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对 其实这两个帅王子 本身故事很多 但是妈妈故事更多 对不对 刚刚尹老师已经提了到文雅力了 刚刚已经讲到了他很特殊的身份 而且他在离婚之后 其实跟王室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而且拥有的是女伯爵的称号 他每一年可以继续获得大约台币 570万的王室津贴 继续来请教一下Amanda 有人说这的确象征着 丹曼王室的开放跟包容 对不对 对 你看大王子娶了一个平民 来自澳洲的女孩子 然后二王子娶了文雅力 文雅力就像刚刚你老师说的 就是当时二王子 他派到香港去工作 文雅力他不长得漂亮 他也是一个女强人 首先你看他的长相 我们就看得出他是混血儿 他大概混到了什么 中国 波兰 奥地利 英国一大堆 爸爸那边 妈妈那边 爸爸那边有华人的血统 妈妈那边是比较纯的欧洲血统 对 所以就长得漂亮就算了 他在香港长大 然后后来去奥地利念书 去日本念书 然后更厉害的是 他在香港在当时 王子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知道是在宜季洋行 还是花旗银行 已经做到很高的 大概行政副总位置 30来岁而已 他当时真的就是一个 就是灰姑娘的故事 说他是灰姑娘不公平 因为他的本身背景非常 本身也有工作能力的 没错 然后他就这样子很快的 大概5个月 6个月 然后他就搬到丹麦 搬到丹麦去之后 更厉害的是 不到一年学会的丹麦语 虽然丹麦语是热门语系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 他在学也很快 然后学会语言之后 是不是就感觉跟人民更亲近了 所以他又很喜欢做公益 参加活动什么之类 所以就很快的 就风靡了全丹麦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个王子 其实玛尼王后本身也是 本来也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 女性对不对 应该帮我们补充一下 对 因为她本身在澳洲 也是高阶主管 只是她去对的地方 我们讲那个酒吧 其实并不是真的酒吧 它是一个餐厅 在Sinley Harbour的港温大桥 跟雪莉哥剧院中间那个 那个凹槽那个地方 那个渡轮码头那地方 一般人去那边也吃吃披萨 喝喝啤酒 所以她本身工作的能力 想着还是那句话 真去对的地点 所以女孩子不要觉得听到酒吧 因为这个酒吧不太累 那是餐厅 很好的餐厅 是 不过我们羡慕人家 加入王室 但是文雅丽后来 为什么很快的就离婚 其实身为王室成员 你就会有一些负担跟责任 和束缚 对不对 那么丹麦王室的故事 还不止这些 我们知道尹老师是这个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所以等一下要告诉我们 跟王室有关的这个世界遗产 到底包括哪些呢 请别走开 丹麦王室的历史相当的悠久 至今已经超过千年时间了 理所当然的 也会有很多的世界遗产了 不过讲到他们的开国历史 居然跟这两个石头 大有关联 叫做椰林石碑 我们来看椰林石碑 有新旧之分 来请教一下盈老师告诉我们 这两块石头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看点 这个石碑改变整个北欧历史 这么厉害 对 整个改变北欧历史 所以它在1994年的时候 被列为世界人类遗产 是整个丹麦的第一个 那么丹麦到现在为止 到2023年 截止有11个世界人类遗产 有另外一个是跟其他国家共有 它代表其实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整个丹麦 从维京社会的部落时代 变成统一王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 石碑上有十字架 可能比较小 看不太清楚 就是从异教徒的身份 变为基督教 OK 所以它整个这个 世界人类遗产名称是三个 叫耶林石碑 然后耶林墓地 然后古北欧石科 因为它的用字是古代的用字 第三个就是教堂 这三个合而为一 列为世界人类遗产 因为它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 那么其中一块 老的那块石科是这个父亲 他的父亲高姆 纪念他的妻子塞拉 先立了一个石碑在这 后来是他的儿子继位 征服了挪威 征服丹麦 整个统一统天下之后 又立了另外一个石碑 那当然教堂更重要 现在看到的教堂是 1100年新建 第四代了 前面三代都是木造 都已经被烧了 所以现在这个教堂 虽然很小 但是它表彰的是 丹麦在整个北欧历史中 它的领导地位 非常重要 是 所以它的重要性 不过还有一个 跟丹麦有关的冷知识 我个人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经常在手机 不是会看到这个符号吗 这是蓝牙符号 我想现在应该 所有的人看到这个符号 都会马上就知道 可是据说这个符号 也跟耶铃有关吗 怎么回事 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符号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 卢恩文字 就是当时北欧使用的这个文字 这个蓝牙我们看到实际上 它写得很清楚 电视上屏幕看得到的 是H跟B 实际上就是这个 国王的名称HB 这个H实际上是我们中文字 那个米少掉中文那一横 然后B的部分 比较异象很像 两个combine并在一块 变成我们现在 众手周知的这个蓝牙 可是实际上最早是在 1990年代开始 我们手机通信很方便之后 这些各品牌 Arison Nokia 这些他们想说 我们能不能在 各家的电子设备电脑 手机 我们的华鼠 喇叭之间能够用一个低频 又有效的方式 让大家互相结合 这时候因为这些人 都是来自于欧洲 就想到了这个故事 我们有个皇帝 就Bluetis 就是当时统一整个 斯坦蒂娜维尔半岛里面 挪威丹麦刚讲这个 他叫蓝牙王 所以他很喜欢吃蓝莓 蓝莓吃了之后 满嘴都是蓝色 对啊 我们有这个Bluetis 好 我们就把这个名字拿来 因为它统一 也就是通信技术统一 在这个地方 那个蓝牙本来上面有草字头 把草字头后来拿掉了 在2006年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们在我们手机电脑里面 看到这种蓝牙 也得感谢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展 真的很有意思 真的是叫丹麦的冷知识 另外有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了 因为丹麦大家都知道 有出了那个乐高对不对 但是另外来讲也是童话王国 也是非常有名 主要就是因为这位先生 他大名鼎鼎叫安徒生 那么安徒生其实明年就是 他逝世的150周年了 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童话作家 现在很多人讲到那个小美人鱼 都以为是迪士尼的 但其实人家是安徒生写的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你一定听过 丑小鸭对不对 丑小鸭也是安徒生写的 那么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有到美国洛杉矶的 丹麦村去 在那里也有一个小小的 安徒生博物馆 当然在丹麦也更大 那边有小小 我就去那边买了两个绘本 这两个绘本也都是 丁丁有名的安徒生写的 这一本是什么呢 国王的新衣 这个大家一定都听过吧 另外这本我也非常的喜欢 这本叫做小席兵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 就比较不见得有听过了 不过你看这个小席兵 他断了脚对不对 跟我们这个卫兵 你看现场的这个大卫兵 你看那个穿着打扮是一样 其实这也是去丹麦 一定会去参观的景点之一 好 不过我们一讲到 这个丹麦的国宝 刚刚有讲到小美人鱼对不对 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去到那边 一定要跟小美人鱼拍照了 不过就是说这个 小美人鱼的雕像也 然后双胞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这则报道 马上继续讨论 这是丹麦哥本哈根 著名的美人鱼雕像 这也是美人鱼雕像 出现在丹麦 另一个北方小渔村埃索 美人鱼怎么会闹双胞 丹麦石匠莫尔克说 这座美人鱼雕像是原创 但他却因为这个作品收到律师函 哥本哈根的美人鱼雕像 是丹麦雕塑家 爱德华·艾瑞克森 依照安徒生童话 并以自己妻子为参考雕所出来的 1913年诊实亮相 他的后代继承人 控诉莫尔克抄袭 要求赔偿 同时销毁仿冒的美人鱼雕像 让拥有这座雕像的港口主人 不知所措 这座雕像是当地居民 为了纪念港口140周年的赠礼 2016年就在这里 一直是游客必访景点 这座雕像是当地居民 为了纪念港口140周年的赠礼 2016年就在这里 一直是游客必访景点 但我不能看到为什么 这两条美人鱼 究竟有哪些相似之处 主要是法型和他们 坐在石头上的方式 但专家认为 这不足以构成抄袭 美人鱼雕像 在艺术的语言上 有不同的材料 我们很幸运 因为现在 游客来到阿州 很多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美人鱼雕像带来庞大观光商机 小渔村当然不可轻易放弃 当年写下童话故事的安徒生 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但他本人的雕像 最近才刚落脚新家 安徒生博物馆 就在他的故江奥登赛 旧馆早在1908年开幕 由安徒生诞生的房子改装而成 馆方找来日本著名建筑师 魏延武为博物馆换上新装 请来丹麦女王剪彩 博物馆占定0.9公顷 馆内展示大量安徒生手稿 和互动装置艺术 让参观民众融入童话世界 按这个按钮按下去 卖火柴的小女孩 就会同时动作 悲伤的故事情节 透过动画重现 比单独阅读文字更加震撼 来到另一个角落 则是可以体会美人鱼的心境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 也邀请到了小美人鱼 来到我们现场 你看做得栩栩无声的 但事实上它的本尊 应该是在丹麦哥本哈根的 长崎公园 对不对 大家都会知道说 它矗立在那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简单的简介 有生日 1913年8月23 这应该算是 什么狮子座 狮子座 狮子的美人鱼 对 然后它的作者 其实是一位爱德华先生 那么材料则是青铜 但是有此一说就说 它其实最早根据的原本 它总是会有一个本尊的参考 是谁呢 来看一下 是一位芭蕾名鱼普莱斯小姐 不过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 也听到了 爱德华先生 她其实是用她的太太 也做一个参考 说出了这个小美人鱼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太太一下这个女鱼 这个小美人鱼 最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要打算要就是雕这个小美人鱼 其实是家世伯啤酒的那个太子爷 应该是时间回到1909年左右 然后那时候他就看了 就是皇家芭蕾舞团的表演 那时候就演小美人鱼 就是刚刚那位普莱斯 他就是演小美人鱼主角 他就深深的着迷 就觉得天啊 怎么这么漂亮的舞者 这么灵动的一条美人鱼 所以他就找了这个雕塑家 就爱德华 艾瑞克森 想要来雕这个小美人鱼 普莱斯他是答应了 可是他在那个时代背景 他就想说小美人鱼没有穿衣服 那我怎么不能不穿衣服吧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说 用普莱斯的脸 可是身体就用那个 他的太太 然后就这样把小美人鱼给做出来了 真的是很有意思 不过小美人鱼是不是 美人没美名 他还真的是有一点坎坷 我们来看看命运到底有多坎坷 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 你看他完工之后 照说应该要美美的一直端坐在那边 结果没想到有时候被斩首 手臂还断了 然后两度被斩首还炸药袭击 然后坡漆当然就不再画像 干嘛大家都跟他有仇吗 那我们必须要先讲 为什么有这么多事件会发生 跟他的地点 地点有关 他就在港边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走下去 所以有人要把他做故事 1964年被断头 还好那个模具还在 赶快做一个头装回去 对 再来又过了20年之后 又把他手臂给砍了 其实这些人 他们想求自己的名声 他并不是真的对他有什么恶意 但是对大家来讲 这是变成一个事件炒作 但他多么有名 2010年是小马云唯一一次出国 医生中唯一那么一次 因为2011年的上海士博 在丹麦馆 等等六个月时间 也吸引了150万的游客去看 应该要给他一个护照 他顺利完成他的外交使命 所以我必须要表达 他地点是20小时 自由开放 每个人都可以去亲近他 因为大家来了 中天要去跟他合影 这是非常有名 也因此有所谓无望之灾 我们希望他拥有 好好的保存下去 其实丹麦真的有很多 可以参观的一个地方 而且丹麦它是全球 第二幸福的国家 因为2023全球幸福报告当中 是名列亚军 第一名是芬兰 第二名就是丹麦 而且一直都是节能减碳的优等生 如果你想要去丹麦旅游体验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介绍你一个地方 那就是垃圾处理厂 可能观众朋友会说你有没有搞错 叫我去看垃圾处理厂干什么 其实不是 人家的垃圾处理厂 夏天可以划草 冬天可以划雪 室内还有全球最高的攀岩场 这个垃圾场到底有多厉害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 请别走开 跳上公车或是跨上自行车 只要十几分钟 就能在哥本哈根 找到爬山的地方 在没有高山丘陵的哥本哈根 这座人造山坡 是当地民众的修建活动景点 不但能踏青攀岩 还能滑雪 休闲踏青还是制作人造山坡的附加价值 建筑的内部可是大有玄机 大量的管线 藏在人造山坡底下 负责处理哥本哈根半数的垃圾 每天有高达300辆垃圾车进出 借由燃烧垃圾形成蒸汽 就能推动涡轮 产生电力 供给附近15万住家使用 类似的垃圾形成蒸汽车进出 我们不是在这里来制作能量 我们在这里来制作用 垃圾形成蒸汽车进出 国家在世界上每天都买东西 那些东西都会用環境的资料 我们想准备这个资料 类似的垃圾处理方式 其实并不稀奇 但哥本哈根这座飞气回收厂 透过空气过滤 还有24小时的监控 确保所有排出的烟 只剩下二氧化碳 还有水蒸汽 民众前来踏青或是滑雪 甚至在屋顶开露天音乐会 不必担心会吸尽背气 就连处理厂排出的二氧化碳 也经过化学处理 号称一口气能减少九成 到九成五的碳排棒 你能够成为CO2 能够成为二氧化碳或是减击 对于二氧化碳 是的 那是目的 那是目的 那是我们的目的 完整结合观光休闲 和环保供电 还解决了大城市 最头痛的垃圾问题 这间号称 全世界最干净的 废弃物处理厂 成为哥本哈根的新地标 也宣示当地力拼减碳的学心 准备成为全球第一个 达成碳平衡的国际大城市 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丹麦一直都是 节能减碳的优等生 这两年具体的行动 还抛过了 他们在吃东西的话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食品 气候标签 为什么呢 告诉你说哪些食物 它是低碳的 而且是绿色的饮食 好 另外很厉害的是 机票也开征了所谓的绿色税 目标2030年 就是要让这些航空业者 百分之百都使用 永续的航空材料 燃料 那么Amanda 你到丹麦去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些绿色旅游的体验 是很值得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参考的 说到这个 对 我真的很佩服丹麦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国家 就是以很多人标准 就觉得它是小国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远大的雄心壮志 他们在永续旅游方面 也非常地认真 像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想说 去丹麦要怎么样参观这个城市 可能走路 坐巴士 骑脚踏车什么的 他们现在还有更酷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搭汽船 因为我们有河流 对 我们刚刚有说 他们旁边有码头 有海 然后有运河 我可以搭那种汽船 汽船它是用太阳能板发电的 所以并不会污染环境 连汽船都是太阳能板发电 对 或者是你可以滑毒木舟 滑毒木舟更酷了 两个小时免费 条件是什么 你要帮忙把河里面的垃圾捞上来 对 然后有些更亲民的 如果你的时间多一些的话 你看这个是废弃的工厂 本来都在排工业污水那些码头 它现在在把污水处理好之后 变成游泳池 对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所以我觉得丹麦在这方面 真的做了很多的努力 就是希望可以走上一个 就是绿色的脚步 是 当然如果去丹麦旅游的话 既然人家是一个强调 绿色低碳的一个国家 我们也要身体力行一下 对不对 那么低碳旅游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 那我怎么坐得到呢 可以啦 你骑脚踏车 你去那边骑自行车 因为哥本哈根就是在 全球自行车友善城市调查当中 名列前茅的一个城市 好 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有将近400公里 对不对 那么65万人口当中 据说有将近五成 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班上课的 所以人家是从日常当中 就在例行这件事情 观光客去的话 当然也想要说 骑个自行车去游览的话 没关系 也有一个环港自行车道 其中就有一些重要景点 对不对 请盈俊老师来告诉我们 是的 是的 我们这个回到刚刚讲 Amanda也提了这么多绿色环保 实际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400公里就向台北骑到高雄 我们必须说实际上是 整个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以人为本 以自行车为本 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骑 所以它在那边有向台北U-bike 刷卡就可以了 一个小时大概才台币70岁 刷最后卡 所以你刷了最后卡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手板上这个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的环港 可怕它跟这个港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中这么大 如果我们以美人鱼为一个起点 我刚介绍的美人鱼 然后一路向南骑 实际上500公尺就可以骑到一个 叫做吉佩昂的喷泉 这个是他的神话故事里面 国王说我给吉佩昂的这个女神 土地 只要你在一天里面 用梨 梨出来的土地有多大 我就都送给你 那吉佩昂的这个女王 赶快把她的儿子都变成四头牛 开始拼了命去梨 梨出来的土就把它填海 填海就变成一个西兰岛 这个西兰岛后来就变这个女神所有 所以这个喷泉其实就是一个雕像 再往南边就可以看到 是阿玛林城堡 这个堡是现在他们的 皇室办公的地点 也是卫兵交界 之前提官邸有介绍过 对 就是它卫兵交界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种非常平阔 应该讲非常宽阔的一个广场 游客可以在这个地方 非常悠閒的去散步 等待他中午的卫兵交界 再往南边就到了新港 新港是一个U字形 新港这个U字形实际上就是 一侧是人行道 一侧是道路 所有的店家都在人行道的这一侧 再往西边一点是一个 罗森堡 罗森堡是他们的居住的场所 也是一个大的公园 整个这样的路程算起来 总共只有4.5公里 你如果是走直线的话 其实每一个单点距离 都大概5 600公尺 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 如果你走路步行更环保 所以整个个巴巴根的这种环线 实际上是说随着它 它城市的设计规划 然后再加上哈线的这种自行车 给你的安排 对游客是非常友善 所以一般会建议 如果观众朋友去 高巴哈根 真的就是用你的双脚 骑个自行车 好好去认识一下这个国家 不过如果真的想要去 高巴根骑脚踏车车 也要有注意的事项 对不对 对 像我自己曾经就发生过 就是新生发生在我团圆的身上 因为脚踏车车道 其实现在就是越来越拓宽了 越来越拓宽了 它就是那个道路 甚至就比那个汽车还要大条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像巴士上下车的地方 你站下去的地方 以前是人行道 现在都变成脚踏车车道了 所以就很容易被撞伤 对 如果你没有 因为脚踏车有说沉冲直撞 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撞伤 我的团圆就是这样受伤的 在像阿姆斯特丹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它有大概是全欧洲 最完善的脚踏车的路线 它每年它光是脚踏车 撞伤人的事件 就是比汽车还要多 所以他们现在有这种说法 叫做脚踏车霸权 对 那边对这种霸权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站在我们自己旅游的角度 如果你是跟团型 我们尽可能领队 就是站在大巴车的旁边 因为你一下去 其实就是自行车道 那确实有很多质状 可是当时在他们做 市政规划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考虑到 巴士这一块 这个我必须直接讲 他们考虑到是他们个人 比如说整个市民的一个 出行或是要骑自行车 但它并没有加上外来光阁 而这个部分也是全球 在做观光城市 一个很大需要去调整的地方 听两位老师这么精彩的介绍 真的觉得丹麦又列入这个 人生梦想清单之一 就是人生必去的景点之一 好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精彩分享 稍待一会我们再回到提观点 你好 我是张开文 欢迎收看提观点 走毒皇室系列 今天要继续来锁定的 就是欧洲的皇室了 首先关心 今年以来不太平静的英国皇室 今年初查尔斯国王宣告离癌 凯特王妃则动了腹部手术 博三月初的时候 凯特却爆出了所谓的修徒争议 就是这张王淑妃跟乔治小王子 夏绿帝小公主以及路易小王子的温馨合照 却被发现过度修徒 反倒引发了一连串的阴谋论 也让凯特必须要轻拍影片 宣告自己罹患了癌症正在治疗 近期一项对英国人民的调查当中 现年42岁的凯特王妃再度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难免洞见观瞻 这波危机的影响究竟如何 马上来观察 而与英国对海相望的比利时王室 尽管名气没有英国王室来得大 却号称是欧洲现存皇室中 血统最纯正 少数仍然拥有政治影响力的皇室 高颜值蔚蓝女王伊丽莎白公主 成文的表现更赢得了比利时人民高度支持 而公主的奶奶也就是王太后宝拉 她年轻的时候可是被封为欧洲贵族第一美人 不过她的夫婿阿尔贝二世 却爆出了私生女问题 还好儿子也就是现任的国王 能够挽回形象 此外比利时王冠还有一顶赫赫有名的九省王冠 据说是为了见证爱情而打造的吗 王室故事多 今天就带您深入了解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从英国王室最近的波折看起 凯特透露医院进行手术虽然成功 却发现离癌尽管没有透露是什么癌症 但已经开始进行治疗 亲口宣布离癌虽然精神状况看起来不错 但身形明显消瘦 脸色也有些苍白 凯特说生病后最担心的还是家人 凯特现身亲自拍摄这段两分多钟的影片 除了消除外界担忧 更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空间 最后也不忘鼓励所有饱受病痛折磨的人 别放弃希望 在这段时间 我还在想到所有人 whose lives are being affected by cancer for everyone facing this disease in whatever form please do not lose faith or hope you are not alone 英国王室祖孙三代同框 画面出现在2023年的耶诞节 但过没多久 今年1月凯特王妃突然住院动手术 当时肯辛顿公发声明 仅说是做腹部手术 也强调跟癌症没关系 如今证实是罹患癌症 过去几个月 外界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她没有被公公了 到处前的时间 这就是非常不同的情况 至于外国庭 她每次生命 她没有把这个时间 畢竟審議了好幾個月 甚至沒參加乾爹葬禮 也一直是各界討論焦點 中間有媒體猜測 凱特可能罹患了 號稱不死癌症的腸道疾病 克隆市症 另外還有不少陰謀論 尤其3月11日 這張照片的出現 這是一個問題 它已經拘捕了網絡 哪裡是Kate Middleton 大家都還在討論這個照片 你站在Kate的靈性 肯興頓跟翁發布 慶祝母親節的合照 這也是對外宣稱 手術後的第一張官方照片 卻爆發修途事件 更讓大家好奇 凱特去哪了 現在終於真相大白 不過比起查爾斯國王黎埃 直接發聲明 處理方式相當不同 其實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方式 就像这样子,一般的信息是对他的兴趣。 我们知道在公司的孩子感受了很安全, 他们的兴趣是您的关系。 所以,他们不想太多了。 很多的事都跟他们有年轻的孩子 我们期待有些事情会发生 但我非常激烈 因为她有肌肉疾病 因为她是一个甜蜜 凯德王妃亲拍影片 王氏专家认为或许是要破除漫天飞的谣言 更何况孩子都还小 与此同时也是复活节嫁及前的最后一个上学日 不用在校内听到更多三观消息 能回家跟家人好好度过 这段时间 好 我们整理一下这项风波的时间轴 可以看到去年圣诞节公开露面之后 其实凯特王妃她就神隐了 但是期间肯兴顿宫 她曾经有公开说 凯特是做了腹部的手术 那么情况良好 复活节可以露面 但最后在复活节露面 其实是她的公公也就是查尔斯国王 国王我们知道也是离癌 那么3月10号爆发了照片凶徒的风波之后 第二天就赶快发文道歉 但是最终在3月22号的时候 必须要发布一个影片 宣告离癌 好 到底这个王室风波 是否已经就此平息 还有当然我们今天也要来介绍 比利时王室 马上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世界遗产资深导游 尹俊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绍的则是对比利时 非常熟悉的重康社区大学校长 同时也是驻比利时 还有法国代表处的前任组长 吴志湘 吴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好 我马上先来看到 在影片公布之前 其实真的是阴谋论满天飞 包括哪些说什么饮食失调 动了整形手术 最离谱的我觉得是这个 说是威廉跟凯特闺蜜罗斯 外遇了 还要逼宫什么什么的 但是最终绝对都是子虚乌有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就奇怪了 凯特干嘛要修图 而且凯特说是他自己修的 为什么会如此 其实大家忘了一个背景 那就是凯特 其实好像是从高中开始 他就是一位业余的摄影师 对不对 对这方面非常的熟悉 我们也曾经在IG上面看到了 他所公布的一些家居照片 你看妈妈视角果然不同 对不对 所有的家人都非常的轻松愉快 我们再看一张就可以知道 你看每个人都笑得非常开心 就连他的公公 查尔斯国王一般被认为说 是不是非常的严肃呢 可是你看这张笑得多么的可爱 尹老师怎么看这次的风波 其实这样的新闻 在对各国王室来讲都不陌生 尤其对英国王室大概是上报率最高 养活一堆英国小报 当然如主持人刚刚讲的 凯特王妃他本身就是热爱摄影 他也是英国皇家摄影协会的主席 所以他本身技术就很好 那么当然这次的风波出来之后 他选择青上火线 马上在刚刚您讲的那时间段里面 最后他穿了一个 布塔尼的一个毛衣出来 这个素颜在镜头前面侃侃而谈 所以说他不但只是一个王妃这个身份 他也是一个家长 所以来到这么多小报对他的攻击之后 他反向去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离癌的 这确实讯息 的确 那风向马上就开始转了 他的公公也就是蔡尔斯国王也开始祝福他 因为他也是离癌的 他感同身受 各大国家的英国 法国 美国这些元首送来问候 接着更好玩就是 英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让给了凯特王妃 这个新闻 重点是小报的态度也得过来马上要转风向 太阳报也是这样 我们送来大量的关爱 王公前面就送来鲜花 所以这个风波其实对王妃来讲反而是正向的 是 正向的 其实现在最难受恐怕是威廉王厨 为什么 你看太太最亲爱的太太离癌 然后父亲也离癌 不过有别于这个凯特的处理 公关整个那个公关的处理 X13世一离癌之后其实有正式发表的声明 像这样子的一篇声明出来了 但是并没有说清楚是罹患哪一种癌症 不过问题是两相对比 好像这公关处理不太一样 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 一般来讲王室成员相关的讯息 要不要发布 还有时间点这部分 到底要如何来拿捏 是的 我自己去总结了一下 我想最主要的第一 就是因为国王才刚刚在2月5号 才宣布离癌 那么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又有第二位重要的成员 要宣布离癌 这个是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威廉跟凯特他的三个孩子 毕竟还很小 分别只有10岁 8岁和5岁 另外我们也可以回想 当威廉15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面临了他的母后 泰安娜王妃过世 这样一个噩耗 所以对他们家族来讲 特别是对幼小的孩子来讲 是需要时间去沉淀 来处理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 不管是在皇室内部 除了梅根有一些小的居舞之外 其实他深得他的公公婆婆 也深得他的女王 跟女王的夫婿的关爱 所以在一路上 对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好评 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这个 IG上面已经累积了 1500万最终的粉丝 在上面留言的这些社会大众 也多达好几千者 然后最后就是凯特在发现癌症 诊治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 毕竟他已经有感觉到 他的隐私是受到侵犯的 所以也造成他自己 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有所顾忌 所以真的是身为一个王室成员 真的是有尊荣也有难为之处 我相信这一连串的消息 对王室来讲 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不过我们再把时间 回到去年的圣诞节 也就是凯特那时候 还有公开露面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还发了一个圣诞贺卡 很受好评 为什么你看全家人都穿着 白衬衫跟牛仔裤 十足非常亲民的形象 所以凯特对于英国王室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员 那么同样像这样子 用圣诞贺卡来展现亲民的 有一个王室做得很不错 这是2022年他们的圣诞贺卡 就是比利时王室了 比利时王室您看 他们连宠物狗狗都一起入境 对不对 那么在王后后面站着这一位 未来比利时第一位女王 她就是伊丽小派公主了 相当的温馨 至于现任的国王就是她 菲利普对不对 她是2013年即位的 有超过六成的比利时人 都觉得她蛮不错的 蛮满意她的表现 现在君主的确常常都要 有一些亲民的表现 比利时国王他是怎么做 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两年前不是有氏族赛吗 那时候他就为了要帮 比利时队来打气 结果拍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影片 那么在影片当中 他自己当了教练 不过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个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王宫内部的成设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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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I didn't mean to. It is just a suggestion. But I know why you're here. It's devil time. Kevin. What do I do? Volgens het boekje moet je daar zijn. Ah ok, sorry. Ja? Allee. Nu vite. Iets sneller. 不過最終這位國王教練 可能會有點難過 為什麼後來比利時 在這個氏族賽 並沒有打入前16強 對 不過不管怎麼樣 比利時王室 其實還是相對滿活躍的 而且他是現在目前來說 唯一一個有政治實力 政治實質影響力的王室 是這樣嗎 請吳老師來告訴我 是的 比利時這個國家 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 君主立憲的國家 我們知道 絕大多數的君主立憲國家 其實都是所謂的虛偽元首 所謂統而不治 可是比利時因為傳統上 有族群的紛爭 比方說 他那麼小的一個國家 只有3萬平方公里 只有1100萬人口的國家 可是他卻有三個自治政府 也就是北方的 弗拉蒙政府 然後南方的瓦隆政府 然後布魯塞爾 還有一個首都的政府 另外又因為他有三種語言體 再加上他們的王室 是從德國來的 不是從比利時自己 產生的一個王室 最早的時候對不對 最早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幾個列強 像英國 法國 德國幾個列強 最後就去找了這個 德國的撒克森這個家族的 一個王子來當國王 是 因此這個政治制度的複雜 語言的不一樣 所以對比利時的政治發展 其實是非常的沈重的 比方說在阿爾貝 就是上一任的國王 菲利普國王的父親 他就曾經經歷過 兩次無政府狀態 一次是2007年 有141天沒有政府 然後到了2010年 更是長達了540幾天 無政府 所以在這個時候 王室就要出來 擔任一個協調的角色 所以比利時人常常說 他說只有國王 還有足球賽 剛才主持人提到的足球賽 可以來團結民心 我手上拿的這本護照 就是比利時的護照 各位可以看得到 上面的歐盟三個文字 有三種 就是有和文 有法文 有德文 中間是比利時王國 也是三種文字 然後中間這個logo 底下有一行字 它就是 可見團結 對比利時這個小國家 是非常重要的 難怪這個王室 對於這個國家這麼重要 非常的重要 是 那麼其中還有一個角色 聽說王后本身 其實他也滿有影響力 現在這個 瑪丁的王妃 王后 她在嫁入王室的時候 她其實原來是波蘭的一個貴族出生的 而且是在比利時在地出生的 所以她是第一位在地出生的王后 而且她的形象非常的清新 平時友善 親近老百姓 同時她也是學友專長 特別是用口語語言治療的方式 來照顧這些口語表達能力 OK 所以她還有一種公義的形象在裡面 公義的性質 所以就替王室加了很多的分 不過講到王后的話 我們在這裡還要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菲利普國王的母親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真的是第一美人 那時候號稱是歐洲貴族第一美 光看這個照片 簡直如同電影明星對不對 而且這張 我覺得這張好好看 到現在已經隔那麼久了 整體的造型您看 完全沒有退流型 所以真的是自然美對不對 這點就馬上要來請教 對美女很有研究的贏老師 不敢當 對 其實這個寶拉王太后 她本身其實故事也很多 問題是她要面對的是 這個先生的不忠 寶拉王太后她其實是 另外一個外號 除了像主人正剛講 這個最美的美人 她叫做亞平林天鵝 美貌不輸澳大利賀本 是 而且很多人把她跟 格力斯凱莉相提並論對不對 沒錯沒錯 然後說她開局為什麼很美 因為她在1958年的時候 跟她現在的先生認識 是在當時羅馬 因為梵蒂岡當時舉辦了是 諾望23世的登基大典 黃光貴的名人是群聚在羅馬 在比利時駐羅馬的大使館裡面 寶拉王太后 認識了她現在的夫婿 這根本就羅馬假期的巨照 對 完全就是翻版 八個月就閃婚 八個月就閃婚 當然比利時舉國歡騰 歡騰的不僅是這樣 四年內生了三個子女 是 這好像聽起來沒有什麼 但是她的大嫂 五次懷孕 五次流產 所以她等於她先生的哥哥 當時是完全沒有指示 她不僅是家世顯赫 她父親來自這個 義大利的西西里王國 母親是拉法葉家族 但是可惜的是 她先生又犯了這種 歐洲上流社會的習慣 很多男人會犯的錯就對了 所以1966年之後就開始 她先生去找了另外一個貴族 而且這個新聞一直持續了 三四十年 隱忍了 因為當時她已經知道 先生有歪於 就想提出離婚 但是比利時王室說不行 皇室不行 不能離婚 就選擇分居 但後來到2000年前後 突然有一個女孩在比利時 跳出來說 國王是我爸 比利時華人 國王有私生女 國王開始否認 沒有 天下的人犯得錯 我沒有犯 就一直否認 之後這官司打了六七年之後 直到疫情的那一年 2020年 她終於用DNA去比對 比對之後 國王來不了說 好吧 這就是我女兒 不過保拉王太后的高顏值 後來傳到了第三代是誰 我們來看這位代表人物 剛剛已經特別介紹了 伊麗莎白公主 如果她接位的話 她將會是 比利時第一位女王 而且她現在是布拉邦女爵 語言就有法 和 德 英 會中文 是 會一點中文 其實我們先前 提關點就曾經報導過 她的接受軍事教育的一個過程 其實要接位成為女王 真的要全能對不對 他們所受到的 女王養成訓練包括哪些 其實比利時的王位繼承 是在1991年才修改的 修改讓王子跟公主可以平權 同樣來繼承 所以她一出生就被定位 比利時我剛才也提到說 比利時是一個多語言的一個國家 政治制度也非常的複雜 因此身為一個國王 要擔負調和Denine的這樣一個責任 所以他要有親和力 他要有語言的能力 語言的能力 除了比利時三種語言之外 比利時還是歐盟 北約 也還有1000多個國際組織的所在地 所以他就必須要有這樣一個 語言的能力 再來他就是還要 同時還要去兼任三軍統帥 跟他的父王一樣 所以他在15歲的時候 他就到英國倫敦 去上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學校 叫大西洋書院 這個大西洋書院也是荷蘭國王 還有其他許多的王公貴族的 年輕人們念書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在那個學校裡面 就可以揭示到這些 王公貴族的後代 一直到2020年他疫情發生之後 他才回到比利時 然後繼續追隨他父親的腳步 去念了比利時皇家軍校 應該要讀三年 就像他的父王一樣 所以伊麗莎拜王后 他就是也必須要允文允武 我覺得他也很讓我們覺得 承道的就是 他也有遺傳了他父親的內斂成文 也有遺傳到他的母親的親心 親和這樣一個特質 所以他在公共事務的參與 國際事務的參與部分 就非常的得體 他的身高也跟他的母后一樣 有大概180公分之高 對 所以非常 不過比利時王室 其實好像才不到200年歷史 對不對 但是比利時本身 還是有世界遺產的 其實我們先前也曾經介紹過 布魯塞爾大廣場 你看法國大王豪雨果 稱讚說 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 這個老師曾經跟我們聊過 可能跟身邊的人有關係 對 還可以說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旁邊巷道裡頭的那個 尿尿小童也是一定要去看的 然後我們馬上就跟著 TVBS時尚玩家團隊 一起同遊比利時布魯塞爾吧 好漂亮 我有來過去過很多廣場 但是沒有看過旁邊 有這麼多漂亮建築的廣場 因為通常都是一小區而已 你看它是一整圈 我跟你講這時候 就要來拍一個環繞全景 好 好 開始了 把整個廣場都看進去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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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有我耶 我爸真的害怕 客人啊 大廣場的美 真的會讓人忍不住 一直拍 一直拍 畢竟大師人雨果曾經說過 這是全歐洲最美麗的廣場 整個廣場 大約被40座房子所包圍 建築物格 主要以華麗的巴洛科為主 上頭的雕像裝飾是一棟比一棟 還要讓人驚嘆 其實這裡是屬於那種 白天來 晚上來 黃昏來 都很漂亮的地方 現在可以吃東西嗎 我有聽到一個水流聲 是一個小孩在念料的聲音 不如我們先聽了這個聲音 他衝進來這個聲音 我剛剛從地圖上面看 最起碼還有500公尺 對 我們先聽了這個聲音 去尋找念料小童 你覺得怎麼樣 各位觀眾 準備要來囉 全比利時最有名的小孩 就是他的 1 2 3 快 那個同學 不好意思 我們在錄影 你擋當我們的小朋友了 謝謝... 不好意思... 對耶 就是耶... 就是耶 雖然他是小朋友沒有錯啦 但是怎麼... 也太小了吧 因為我以為是那種 遠遠遠遠看得到他那種 對啊 我們要都這麼近 才看到他的長相耶 他住在那邊 因為這邊有很多人在拍照 不然的話一個準腳 一沒注意你就走過去了 好帥喔 他就站在這邊一直尿 一直尿 你知道為什麼尿尿小童 尿尿那麼有年嗎 為什麼 幾百年前 然後有一天晚上尿尿小童 就發現他們的春裝 有法國人來點炸藥 剛好被他發現了 然後那個隱形就在燃燒 然後那個尿尿小童 他不知道怎麼熄火 他就用自己的尿 把那個隱形給熄滅了 這個尿尿小童的造型之多 我想勝過Lady Gaga了啦 因為各國使節造訪比利時 必戴的半秋類 就是一套該國特色的服裝 要給尿尿小童 據說他目前已經有 七百多套的衣服了 這些衣服平常就放在 大廣場上的國王之家展示 好 其實去過布魯塞爾 我去過 就是看到那個建築真的很美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大家拚了命 把這個建築物裝設這麼美 好 這個當然就是要炫富吧 因為在這個地方 實際上比利時他處在 歐洲十字路口 又是像荷蘭 德國 法國 交通要到 在這個地方 當時就產生非常多的工會 所以既然我是工會 我就展現我有錢 鏡頭可能在這邊沒有帶到 所有的牆壁 富麗堂皇 金碧輝皇 在這麼小小的空間 然後你看 他每年還會舉在那些 把花壇放在上面 所以面對著市政廳 他的左手邊這邊 這個小巷進去 就是尿尿小童 所以要記得這條巷子 對 看著他市政廳廣場 左邊就是 所以在這邊 你可以感受到那種 狹小的空間裡面 難怪如果說這是最美的 再過去一點那邊 就有一支天鵝 對 這支天鵝 天鵝咖啡館 那就是馬克思跟恩格斯 在這裡開始去溝通 去寫出 構思他的共產黨宣言 不過馬上要來請教一下 吳老師 是我先前看到一則新聞 就覺得非常有意思 去年底的時候 有一位號稱是第一位 比利時華裔皇妃 她叫做李然 她回到廣東的家鄉去醒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她的背景資料 李然她其實是 1984年出生於廣東梅州 所以是一位客家小姐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她到巴黎遊學的時候 因為她到精品店去打工實習 這個故事簡直是麻雀變鳳凰 因為她就認識這位王子 然後這位王子 對於她的接待 彬彬有禮 氣質高雅 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兩人相戀 最後就結婚 而且現在育有一子 但這位查爾斯王子何許人 說是利孽家族的王子 問題來了 這個利孽家族 聽說我們剛剛講了 現在的比利時王室 只有200年歷史 但利孽家族聽說有超過 可以追溯到11世紀 但是問題是 他跟現在的王室 其實沒有血緣關係 他為什麼也成為王子 吳老師幫我解惑一下 是 比利時目前登記有案的 貴族家庭 一共有1300個家庭 他的成員大概有2萬人 在1300個家庭裡面 大概有400個貴族家庭 他們是早在神聖羅馬帝國 法國大革命時代 就已經被封為貴族了 其中也就包含利孽家族 利孽家族 就是在11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參與了十字軍東征 到1601年的時候 又被加封為世襲的親王 然後他們就叫做利孽親王 而且當時也把他們 老家所在地的這個地方 也就命名為利孽 然後他們現在還保有 兩個城堡 所以這個家族的歷史 已經跟陳歷史有200多年的 現在的往事 是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星光的公主 嫁給比利時的貴族 我們沒有人稱她 星光小公主是王妃 也沒有稱那位貴族 稱王子 事實上我覺得 大陸的媒體報導 就有一點點誤差 她應該的稱為 把她稱之作 比利時利孽王朝的 利孽王室的公主 或者是王子 這樣才不會造成別人的誤寂 才不會搞混了 不過剛剛也看到了一張照片 就是吳欣營她結婚的時候 因為就是嫁給比利時貴族 對不對 所以王后還有參加 對不對 現在王后 剛剛講的這個風度翩翩的 馬蒂爾的王后還有道場祝賀 不過講到王后 我們就要來說了 比利時其實她有一頂王冠 很厲害 雖然她那個王室歷史 沒有那麼悠久 而且知名度也沒有像 英國的王室那麼高 可是她有一頂王冠可厲害了 如果要盤點一下全世界的 Top10的王冠的話 人家可是有入列的 這頂王冠叫做九省王冠 為什麼呢 馬上回來 北利時王室 北利時王室其實非常的低調簡樸 但是他們卻有一頂王后專用的王冠 叫做九省王冠 知名度非常之高 我們來看一下背景資料 它是用白金香鑽石而成的 總共有11顆鑽石 總共達到100克拉 那麼這11顆鑽石分別就代表著 比利時政府 比利時的九省 還有殖民地鋼國 這也就是為什麼取名叫做九省王冠 可是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把它拿來比一比好了 剛剛講好像這個什麼 11顆鑽石很厲害 但是來看看 英國的帝國王冠 人家可是有2868顆鑽石 一比之後好像有一點小巫見大巫 沒有 人家走的是小而美 精緻美麗的路線 馬上就來請教一下盈老師 聽說九省王冠 為什麼會可以名列全球王冠的TOP10 是因為它見證愛情嗎 這段故事 確實 人家在英國是日不落帝國 我們真的是為愛而生 所以這頂王冠就是1926年才誕生 當時王廚他娶瑞典公主 所以當時這個還是眾籌 比利時政府真是沒錢 這是民眾還自發捐款 大家一起集資 我們的王廚要娶瑞典公主了 1926年要完婚了 雷森是這家比利時 專門做皇室鑽石的公司 就開始設計了多用途功能的 所以他見證的愛情人就是從 這個之後所有比利時的王妃 他成為王后 他婚禮上後面所有的都帶過他 而且有不同的方式來帶他 原來所謂的見證愛情 其實我認為應該是 見證了民眾對王氏的愛 對 確實 還是籌款 募款而來的 剛剛講的一關多代 又是怎麼回事 英老師 首先看到的這是第一代的 阿斯特里的王后 她帶的只有留鑽石 就是在她的皇冠上面 看到她凸起來的這個鑽石 展現出來的十一顆 這是第一代的代言法 但是這個雷神公司又很牛 第二代發表了這個怎麼帶呢 它沒有鑽石 它是把拱留下來 如果有對照第一張 您看到它上面那個拱 中間鑽石空了 不見了 把它拿掉 另外一種風情 實際上 所以它是可以拆卸的 對 它是變形金剛 就那麼一頂 它就這一頂 當項鍊這個很厲害 這個寶拉王太后 您看到它的雍容大度 她把它放在脖子上 對 佩戴兩個珍珠爾華 當著項鍊 對 當項鍊 也滿好看的 好漂亮 那還有嗎 還有 還有 居然還有 是現在瑪莉亞的 這菲利弗的 再把剛剛她的母后 帶在波爾上來 再放在她的頭頂上 然後配合整體造型 整體造型 而且本身就有貴族氣質 對不對 所以就襯托出來 難怪這頂王關叫九省王關 很聖 很聖 人太厲害 非常聖 就聖 非常聖 好啦 算比利時王是厲害 其實一講到鑽石 我們很難想像 比利時不是有個鑽石之都嗎 為什麼王氏還對於鑽石 這麼的節省呢 講到鑽石之都 其實就是比利時的第二大臣 安特衛普 那麼我也去過也 而且我在那邊買了 不是很大的鑽 是小小的一種旅行出差上面的回憶了 其實它厲害的地方在於 世界上每10顆未切割的鑽石當中 就有8顆被送到安特衛普 去進行加工 而且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拋關鑽石 也出資於安特衛普 但安特衛普本身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到底怎麼回事 先看報導 監視器遍布街頭 還有警方24小時戒備 因為這裡就是有鑽石之都稱號 比利時第二大臣安特衛普 每年有超過80% 從全球各地開採來未經琢磨的鑽石原石 以及50%的成品鑽石 被送來安特衛普進行加工和專手交易 讓位在鑽石區的這棟建築物 每一天就有上千顆鑽石進進出出 為的是接受海關的嚴格檢查和鑑定 在這裡無論是客戶還是專家都不能露臉 整個檢查過程也必須在 比利時政府官員的監視之下進行 所以他們一起檢查看 如果在檢查的檢查也有在檢查 隔壁的鑽石辦公室更嚴格 從來沒有攝影機能夠進入拍攝 即便是這樣的模擬場景 也必須經過官方的批准 每天會有超過500個鑽石包裹 在這裡通過嚴格檢查流程 總價值大約在2.2億美元 尽管不太方便 把這全球最嚴密的鑽石檢驗流程 向大眾公開 但他也知道 在國際競爭激烈和電商當道的趨勢下 當務之急就是把安特衛普的強項給發揚出去 因為統計數據說明了一切 過去7年內 除了在安特衛普做鑽石生意的業者奏檢 就連鑽石切割師的數量 也從70年代的4萬多人 減少到現在只剩500人 而對照目前稱霸鑽石加工市場的霸主 印度的鑽石切割師可多達100萬人 20年前 有幾乎沒有競爭 我們是世界上的唯一端銀融工業 在過去20年 有很多競爭 另外還加上消費型態的改變 一網閃亮亮的鑽石手錶 漸漸被智慧產品給取代 讓安特衛普現在把目光放到了中國大陸 去年底 在上海深大舉辦的首屆進口補覽會 安特衛普的鑽石廠商也沒有缺席 共來了30多間 同時也把一個名為雅典納的獨特鑽石切割工藝 帶到了現場 我認為安特衛普在中國大陸上的地圖 在中國大陸上的地圖 英國大陸上的地圖 有一個名為蝶石、巧克力和其他東西 但我認為我們要繼續努力 在地圖上的地圖上 還有很多地方 在中國大陸上的地圖上的地圖 鑽石就在當中佔了三分之一 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 全球第二大鑽石消費市場 為此 比利時也開了先例 從網路下手 去年11月 安特衛普鑽石中心 就在大陸電商天貓 開了一間比利時鑽石館 售價從幾千塊到十幾萬人民幣不等 由於改變跟上時代腳步 並寄出新的發展策略 期待能讓這流傳已久的鑽石之都名聲很久遠 安特衛普從16世紀以來 就是鑽石加工的重鎮 我們請教一下吳老師 您在比利時居住了很久 那麼為什麼他能夠成為鑽石之都 聽說您認為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的確 比利時這個地方 安特衛普在北邊 他雖然不是第一大城 但是他卻是第一大的商業城市 同時他也是比利時的最大的一個商港 也是歐洲第三大商港 全世界現在一共有16個鑽石交易中心 沒有想到在安特衛普這個地方 居然有四個鑽石交易中心在這裡 他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鑽石區 他的面積大概只有1英里平方 在那麼小的地方 居然聚集了有1700家公司 有3500多位經紀人 還有設計師 拋光師 另外還有將近400家工廠在那裡 所以他有這樣一個地利的方便 再講人和的部分 我就覺得不得不提到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人裡面 猶太人裡面有一隻 他叫做哈希迪猶太人 他們非常的團結 內斂 低調 很會做生意 而且汁業散得非常之廣 所以不管是在台拉威夫也好 在紐約也好 都有他們哈希迪的廚人 安特衛普 他是屬於比利時的合語區 通常合語區的民眾 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都很好 他們很開放 會做生意 同時比利時政府對這樣一個 鑽石區域 也做了許多配套的措施 比方說有證券交易所 他們可以去交易金 銀 銅 當然還有鑽石 所以這些都讓安特衛普 他在國際的鑽石交易的地位上面 定於一尊 原來如此 不過既然安特衛普 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就一定要來提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建築 叫做中央車站 對不對 講到安特衛普 這個中央車站是很值得一看的 它有鐵路大教堂之稱 而且甚至有人認為 它是全球最美的車站之一 那麼它是1986年的時候 進行了車站改造 那麼先前往荷蘭的火車 還從地下可以經過的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樣圖片 第一個它就是 先講一個詞叫巴洛克 原意叫扭曲的珍珠 就是它的建築裡面沒有直線條 很少見到 所以它整個的這種發展過程 它是經過不斷的修改 見證了比利時的黃金年代 它的窮頂很高 它有玻璃 它有鋼鐵 它有大理石 它有黃金 所以當你一個普通人 進到那樣的一個場景裡頭 你是被震撼到的 你看到多重元素聚集在一起 所以有人把它這叫鐵路大教堂 已經很像我們講梵蒂岡那個dome 很像了 其實對遊客來講更開心的是 一出這裡就是購物大街 所以不愧是資深導遊 其實到比利時的時候 大家還不妨可以看一下 除了這麼美麗的建築之外 也可以找尋一下漫畫人物 為什麼呢 大家耳熟能詳的 比如說丁丁 歷險記 還有我最喜歡的藍色小精靈 都出自於比利時 而且比利時還有漫畫博物館 馬上回來繼續聊請別走開 比利時經典漫畫丁丁歷險記 身為記者的主人王丁丁 個性勇敢又機智 頭上總是翹著一撮頭髮的她 帶著愛犬迷路到處冒險 打擊犯罪 才在緊急時刻跳下火車 身入海底與鯊魚共舞 甚至搭火箭上太空 比現實中的人類早19年登陸月球 這位歐美家喻戶曉的漫畫英雄 1929年1月10日 在比利時20世紀報 雙周連載上誕生 展開了他們的首趟旅程 丁丁在蘇聯 轉眼間當初坐著火車到蘇聯的丁丁與米魯滿90歲了 這段時間裡 丁丁歷險記系列漫畫集結成冊發行 先後被翻譯出70多種語言 全球銷售超過兩億冊 除了改編為動畫 還曾經被好萊塢導演史蒂芬史批薄拍成電影 拿下第69屆金球獎最佳動畫 2019年90歲的丁丁也將推成初心 這部將推出數位版的丁丁在剛果 其實一度面臨禁止出版命運 這個故事得從丁丁歷險記之父 比名為愛爾吉的比利時漫畫家說起 生於1907年的她 十幾歲開始學習插畫 22歲在20世紀報工作 以44天環遊世界各國為靈感 創作出丁丁這個角色 只不過當時為了讓報社老闆宣傳政治立場 她的一些早期作品 在日後被指控涉嫌種族歧視 比如說這部丁丁在剛果 在這篇故事中丁丁來到1960年前 仍為比利時殖民定的剛果 教導當地人認識祖國 招質疑讚揚殖民主義 並且描繪具有種族歧視的各種偏見 2007年有剛果人 向比利時法院提出控告 要求把丁丁在剛果列為禁書 雖然有種族歧視之嫌 但是比利時法院認為 由於這篇漫畫是在1931年殖民時期完成的 作者艾爾吉並沒有故意歧視他人的動機 因此不會指控 雖然說創作歸創作 政治歸政治 但是有人質疑 政治歐洲 極倫主義和民族主義崛起之際 宣傳這部正義漫畫 實際似乎太過敏感 恐怕也讓丁丁90大獸 在紛擾中度過 好 剛剛看到的是丁丁歷險記 不過聽說 如果你漫步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街頭 轉角就會遇到丁丁或者是藍色小精靈嗎 對 是的 是的 確實在1991年之後 這個當時比利時他是一個環境部長 他就提議 倡議說 我們有這麼多好的漫畫 我不要只看書 看電視 可不可以在我們的建築上面 開始做卡通的漫畫牆 一直從91年一直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超過三四十幅 像這樣的大型壁畫在布魯塞爾的街頭 到處看得到 布魯塞爾他的觀光局 還幫你做了一個專門的導覽圖 你可以順著這樣子 去找尋 對 所以不是只有去看妙妙小童 妙妙小童反方向走過來 到處就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一個作品 所以他變成是街頭 大家開始是尋寶 我是開始看漫畫 然後開始沿路走 不僅有丁丁 藍色小精靈 各式各樣都有 實際上他會選擇漫畫 是因為他是多語國家 畫畫是比我們的語文跟文字 更好溝通 我可以把很多的東西 放在他的意象裡面 所以他還是有他的歷史背景 他叫地久藝術 不過我們剛剛既然講到了 丁丁歷險記 因為台灣的觀眾朋友 可能對藍色小精靈 比較有印象 丁丁歷險記我們也來看一下 他的作者是艾爾基 他問事的時間是1929年 而且可厲害了翻譯的語言 超過70種 發行超過3億冊 而且史蒂芬史皮博 還把它改編成電影的時候 還得到了金球獎最佳動畫獎 我們再來請教一下 長崎就住在比利時的吳老師 到底漫畫對於比利時人 有多麼的重要 比利時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 也是一個新的國家 所以它很容易去吸收 外來新的一些藝術 因此在Yung Ray 在丁丁歷險記這個作者 他創立了這樣丁丁一個角色 同時他也把漫畫 去跟時事結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丁丁在西藏 丁丁在蘇俄 丁丁甚至於在美國等等的 像這個就是丁丁在西藏 對 丁丁在西藏 比利時的家庭也會 去買這些刊物來收藏 同時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也會買這些有趣的漫畫 來當成禮品送給其他人 更何況現在又有動畫 比利時也有博物館 然後也有專業的漫畫學校 然後每年他新出版的漫畫的創作 多達五千多冊 是 因此就讓漫畫之都 得到名正言順的這樣一個定位了 是 聽到這裡 兩位老師精采的介紹 就覺得比利時漫畫之都 好像又是人生清單當中的一戰 必有之地 必有之地了 好 稍待一會兒我們再回到提關點 今天我們對於英國王室還有比利時王室 都做了精采的介紹 非常謝謝兩位老師 同時也謝謝您的加入 我是張開文 我在提關點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見囉 拜拜 謝謝 再見囉